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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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今天起 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 我这里有七条朱天最强血脉 三十六套万界至尊功法 七十二门玄妙巅峰绝技 和一百零八道混沌法则 你想学什么 学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有这些 跟我来 好多剑 这里是 剑修 曾经这片宇宙最强大的存在 后来在百万年前 剑修从这片宇宙突然消失 血脉灵兽等修行方式兴起 剑修也逐渐被世人淡化 朱爷 你的意思是让我学剑 有没有兴趣 剑修真那么厉害吗 红背无敌的存在 学 好 选一把 怎么选 用力喊出来 我要这世上最强的剑 认真的 认真的 我要这世上最强的剑 真有反应了 来了 他们这是在打架 这些剑 都认为自己最强 谁也不负谁 就打起来了 好震撼的场面 这场面 本神龙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会一句话就把整个剑心毁了吧 这些剑 打得好凶 这是 星剑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把 此剑名为星剑 不明思义 手握此剑 一剑 斩星辰 一剑 断天河 一剑 破仓穹 破仓穹 够假 剑 格局小了 现在我传你一套基础剑决 你正式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 差不多 一剑 破仓穹 朱颜 成功了 不错 一剑破仓穹生明月 你确实有极强的剑道天赋 不过 记住 剑修如今世间罕见 切不肯对外言说 明白 太子哥哥 七皇子 你打算怎么办 斩草除根 太子哥哥 七皇子 你打算怎么办 斩草除根 提个废物而已 不过有的是办法让它消失 我等着太子哥哥的好消息 本来今夜乌云密布 没想到突然跃上中空 这是有好事要发生呢 如此良辰媒体 连上天都在眷顾我们 太子殿下的命日 今日务必把西皇子解决掉 大哥 一个不能修行的废人 手道擒来 这七皇子 还挺会装模作样 明明不能修行 还摆出修炼的姿势 也给谁看呢 休息些 这是一个照面 怎么可能 都出来的 这是剑雄 你猜 都要是有变 回去别高太子 走得了吗 糊涂 你怎么能做出如此耻辱之事 你怎么能做出如此耻辱之事 这两个废物 你等我走 去给七皇子道歉 你可是七皇子李安 是我 你是 说人的体系很强 老夫万星学院白云导致 原来是万星的仙堂 今日过来特意通知你 你进入万星学院的名额被取消 为何 为何 你不能修行 繁体繁命 应该明白 白云仙堂 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 父亲 这就是你说的很厉害 万星学院都不收他 我实在看不出他哪里厉害了 闭嘴 亲皇子 我带小女给您赔罪来了 要赔罪 你自己赔 万星学院都不要的废物 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看得起他 强倒众人推 时间大地如此 怪不得别人 要怪就怪你不够强了 不被人需要 碰出一个名额来 看来要在圣都找一人带回去 此事是司穆家不对 无论如何 司穆家不会和七皇子作对 司穆家主 司穆起奏得太绝 我需要一个妥当的处理 妥当的处理 这 李安 我父亲能来是给你添大的面子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司穆家主如果觉得为难 我不想求 请回答 不为难 此事 我会给七皇子 一个满意答复 爹 不论你要怎么处理 我都不可能带给他 他配不上我 李安 你如果是个男人 今日就解除婚约 好啊 司穆小姐 我终于等到了 你和七皇子解除婚约的这一天 你又是哪个 小女子清元秦 见过七皇子殿下 清元秦 莫非 是三界商会 不错 正是小女子 三界商会 是独立于三大王朝 最强的一国设立 商行遍布 据说连修真界都有开设 实力神秘而不可测 竟然是三界商会的清小姐 爹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皇主 应该是 三界商会 连春又王朝皇室 都要礼让三分 清元秦 是商会的掌舵人 当今皇主见他 也要给五分面子 清皇主 你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清皇子 这个盘我接了 私木齐不要你 我雕 清皇主 你 什么意思 这七皇子都是个废物 你要擦擦什么 闭嘴 你也配评价七皇子 七皇子的雄才大略 岂是你这样没有见识的女人能看透的 你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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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说话了 赶紧走 爹 我不服 那清元秦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有太子哥哥撑腰 以后不准见太子 为什么 为了你 为了私木家 这里面水太深 你根本不了解 怎么不说话 你认真的 认真的 这是定情信物 一人一半 从现在开始 以我二人即为夫妻 觉得我配不上你 三界山会和其老的 是我配不上你 只是你我所谓谋面 为什么 你展的好看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我还有事 先离开一段时间 你自己保重啊 多谢 自家人 客气了 小姐 这么多年 你终于得偿所愿 是啊 我现在很开心 只是 七皇子不能修行 可小姐还是不太般配 要不是 住嘴 我看中的男人 就算不能修行又如何 我养他 况且 他那样的男人 自然是极其优秀的 哪能是表面看起来 那么简单 太子哥哥 赶快解决掉李安吧 我爹都不让我和你在一起了呢 都怪那个萨巴星 我已经派人去了 不知为何没有动静 没有动静 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不用担心 你 就算有天大的变故 后天朝会 也会让他彻底断送性命 难道说皇主 我 你输了 你怎么做到他 天赋 之前说你废物的话 我收回 你才是真正的天才 不过七弟 不过七弟 我要提醒你 如今大将军和列阳宗的名额 都空缺了 满朝温武和诸位皇子 都在打你的主意 三哥 你呢 什么大将军 什么列阳宗 我通通看不上 系统 能查出七弟突然变强的原因吗 虽然我并未尽全力 但七弟的实力 提升未免太快了 不清楚 感觉这还不是他真正的力量 他体内似乎蕴含一股极其强大的事 看来七弟和我一般 也有其余 不过三皇子李一封 才是真正的天允之子 我不会弱于任何人 一封 也不如 现在 аем 我不是 这一封 他就让我 のは 叫 军 谁 但 我 你 你 劲 你 钻粮十日 是我派兵救了他 武安侯 当年也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拉出来 他们知道此事吗 他们自然知道 念着旧情 特意嘱咐我们只许击败羞辱你 不要把你伤得太重 李安 说这些有什么用 别想用以前的事情让我们怜悯你 说这些事实在是你 财务 那我废了你们的双脚 书爷 你说为何他们要这样 要怪就怪你不够强 不被别人需要 倒是和立阳从导师说的一样 算了 换点别的 书爷 我的亲生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父亲 他是一位顶天立地 侠干义胆 忽然 父亲和我想的一样 是一位大英雄 了不得的厨子 厨子 我父亲是一位厨师 最棒的厨师 大姐 你怎么来了 劝你明天不要去朝会 为何 为何 你难道不知道吗 去了朝会 只会受到无尽的屈辱 而且说不定 说不定 有去无回 太子做的事情 我会教训他 七弟 我现在就送你离开这里 以后你可以做个逍遥人 大姐 我 想要个公道 我也想给你个公道 但这是的 本就不公 当年是你率领三百姓 估计天中王朝 之后更是在边关和敌国对峙六代 万吴国之将军 可如今 谁还记得你的功绩 大姐 你不还记得吗 我不后悔做过的事情 可如今 谁还记得你的功绩 大姐 你不还记得吗 我不后悔做过的事情 明天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我知道了 长公主是整个朝堂为数不多有良心的人 大姐游泳有帽 是最适合皇位的人 可惜是个女儿山 不被父皇重视 又有人来了 万千皇子 没让你来 不能不来 请皇子吩咐 请皇子吩咐 皇子说这么干 就这么贪 说干谁 就干谁 半兵不斗 小师 是 是 该出发了 确定想好了 如今新剑拜承 不须犹豫 我今日必要争上一程 搞样的 你要不争 竹爷我还看不起你 出发 今日朝会 七皇子竟敢孤身前来 这也是好胆 我看是活腻腻为了 不至于有性命之友吧 毕竟是一位皇子 怎么不至于 传言你没听说吗 七皇子 请解下配件 为何 为何 七皇子 朝会不得佩戴武器 这种常识你也忘了吗 竹子解下配件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还当自己是大将军吧 看到没有 现在连普通社会 都没把七皇子放在眼里 七皇子踏实一局啊 大胆 烦了 七皇子 实践深处皇宫 你 你这是在造反 伸开你们的头眼 看看 这是 天可令 今天是天可令 我想起来了 当年天走王朝 拿下我北方三军 直入皇都 皇都危在旦夕 是七皇子 但此王府以三千铁匹 拦住了天走王朝 十万大军 才减了那次灭国危机 事后 为了奖赏七皇子的功绩 皇主特意赏赐了 这枚天策令 天策令 可以佩戴武器 出入王朝任何地方而不贵 回城 斩 虽然有天策令 但七皇子这是何苦呢 是啊 城墙又有什么用 他还真能见到皇主不贵吗 七皇子 留步 何事 皇日我们孙儿 可是被你废的双脚 是 两位侯爷来者不善啊 七皇子敢打皇城守卫 但是面对两位侯爷 恐怕不敢告辞 七皇子 好歹都信你 一人不合就费了我们孙儿 那真不孽昔日同袍之情 你 你 你敢打我们 两颗老狗 还有脸跟我替同袍之情 要是以前你们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早就斩了你的狗头 可恶 七皇子 你以为你还是大将军吗 如今你只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罢了 我等都是侯爵 你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皇子 打我们 这是谋反 可恶 我今日就是斗鱼装 老夫要让你依反处地 让你付出代价 这 七皇子怎么越来越嚣张了 你不也抓他就打了 看我明白 七皇子这是破罐子破摔吗 站住 五哥 六哥 闭嘴 谁是你哥 李安 非我们无情 实在生在帝王家 你该明白 明白 那么 两位找我合适 在我成为大将军后 需要你帮我梳理威信 如何梳理威信 跪拜我 成为我的随从游走全军便可 我需要万兴学院的名额 名额已经被万兴学院长老拿走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需要让别人知道 本皇子对名额志在必得 旁人不敢和我抢夺这个名额 怎么做 自然是杀鸡井猴 你先来当这个鸡 谁 我 大姐 闭嘴 谁是你姐 大姐 你为何还帮她 此人明明就不是 你再敢说 我撕烂你的嘴 长公主 皇主有请 刘公公 父皇这时候叫我合适 能否通融片刻 皇主说了 不能耽误 七弟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我现在就送你出宫 那样会连累大姐你 况且 我既然来了 就不会走 血 打得轻一点 大姐放心 我们有分寸 没了大姐为你撑腰 现在看你怎么办 明明是个不能修行的废人 却能成为大将军 比我们还要威服 凭什么 不说废话了 放了个数 明明是个不能修行的废人 却能成为大将军 比我们还要威服 凭什么 不说废话了 揍了再说 长公主真是心善 还特意嘱咐 五皇子和六皇子打轻点 你想多了 我是嘱咐七弟下手轻点 真以为七弟不能修行就任人欺负吗 他在舞梯上的天赋 可是天下第一 凭五皇子和六皇子那两个废物 怎么能是他的对手 这 可恶 他怎么出手的 我根本没看清 再来 我不服 看不惯我 你算什么东西 不服我是大将军 张军 也领兵在外 三万精兵被敌人一千破绝 事后还是我替你擦的屁股 你这种蠢猪如果当上大将军 那才是家务无限 可恶 可恶 你一个被父皇放弃的妻子 也配教训我们的 还有你 六皇子 更大器 你虽然能修行 但修行十年 还是被我一个不能修行的一圈打倒 我们俩到底谁是废物 打完两位侯爷 又打了两位皇子 七皇子看来就没想活着回去 可惜了呀 七皇子如果懂得隐忍 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果那则传言是真的 如此做法 七皇子确实回不去了 张公主 七皇子如此呈匹夫之勇 只会更让皇主厌恶他 奴才知道张公主姐弟情深 在这里斗胆劝说一句 张公主可不要占错了位 你 你 你教我做事 老奴不敢 老奴只是在替皇主分忧 少拿父皇押物 信不信我现在就找了你 他也讨厌我 他也讨厌我 他讨厌他 有些使用 哪些人 有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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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皇子竟然不贵 七皇子不是一向不贵的吗 谨言甚行啊 小心祸从口处 儿臣见过父皇 大胆七皇子 见到皇主为何败而不贵 天佑王朝七十三年 我平定灵州之乱 皇主曾说过 我可以在天子殿不贵 这 七皇子战功加深 有资格不贵 挺身 皇主就为老臣做主了 两位侯爷有何冤屈 尽管说来 昨日七皇子 这个切磋之名 心思歹毒地 废了我们所爱的双脚 不但如此 上朝之前 我们找七皇子理论 还比七皇子当众暴打一顿呢 我们怎么说也是朝廷重臣 是皇主的奴才 这七皇子简直没把皇主放在眼里 七皇子可有此事 这可是重罪 有此事 七皇子承认了 七皇子也真是有此事 父皇 此事是长廷侯和武安侯挑事在先 长公主不必多言 本皇信得过武安侯和长廷侯 父皇 此事是长廷侯和武安侯挑事在先 长公主不必多言 本皇信得过武安侯和长廷侯 父皇 我们二人也有话说 大胆 七皇子 你想干什么 此剑名为天道剑 故名思义替天行道 当年父皇把这把剑赐予了 曾说过 我可以用手中这把剑斩进一切不公不平之事 是不是 父皇 是又如何 竟然是天道剑 直到这象征积极非凡 却是有直接斩杀奸宁的权力 两只老狗 你二人万恩负义 到了现在还不知悔改 颠度黑白 既然如此 我就斩了你二人 当死 你敢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李安 你胆大包天 这里是天子殿 你敢在这里撒影 齐皇子 少在这里学长生事 我不信你真敢动手 房主在 你动我们试试 你们俩有话说 齐皇子 真敢当朝剑斩大臣 他是疯了吗 你当着皇主的面 李安 造反 来人 给我拿枪 造 我看你才是盗 你佛有天道剑 谁敢说我造反 好 齐皇子不愧是大将之子 这一线咋的干脆 而且本皇当年没摆给你 那本皇很生气 皇主息怒 皇主息怒 父皇息怒 这天道剑 从此以后就是一把废铁 朝会进去 我 老子 皇 回上 是 诸位 可有事起奏 皇主 齐皇子 在边境昆兵养颜 一股谋反 臣妾已将其押入天牢 彻查此事 好事终于开始了 本父亲 齐皇子 手握兵权多年 遭有异心 齐皇子 是皇主于无物 这是大不敬 齐皇子 狼子野心 昼然若跌 万万不可欺扰啊 齐皇子 你可有话要说 欲消之罪 无话可说 父皇 齐皇子这是承认了 下旨降罪吧 父皇 我只说一句 如果齐帝真想要谋法 天佑王朝兵权尽在他手 谁能阻止 长公主 所以皇主才高瞻远瞩 提前召齐皇子回京 罢免他的大将军之位 这都是皇主英明 才让齐皇子 没有可乘之计 齐皇子 确定无话可说 父皇 如果我说 这些话都是放屁 你信吗 你 你不信是吧 因为从你叫我回京 到罢免我大真正的职位 这一切都是你早就想好的 父皇早已决定的事情 何必再问我 今日朝堂之上 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李安 你这贼子 拥兵自重 妄想谋多天佑王朝 皇主何其英明 自然早就洞察到你的心思 怎么会让你得逞 七皇子 七皇子莫无皇主 至朝堂诸公里无物 简直猖狂至极啊 请皇主下旨 把七皇子押入天牢 立即问斩 不得再动容七皇子 请皇主下旨 李安 你也看到了 你这是犯了重怒 非本皇主要治你的论 是你这些年有不臣之心 才让众位大臣群情疾愤 到了 到了现在 既然你们还是 揣着明白都糊涂 那我李安 就听你们说出来 三年之一 天左天中冷到王朝 百万大军汹涌来 是要夺救我天文官 而我和所有兵力 加在一起 不够翻水 最后本皇子出骑兵 只用二十万大军 便将百万大军击败 死后三年间 再无人敢犯天佑王朝半战 李安 你说这些何用 你有功劳不假 看 自故功功不相比 所谓鸟金工藏 自从那时候起 我李安便失去了作用 而之前的威名远扬 也让我犯下了一个致命的猜忌 那便是 功高盖主 魂贵主功 盼将本皇子 炼心自问 是也不是 皇主 皇主 弃皇子 能身为糊 虽然 这是造反啊 这是挑战天子威严啊 父皇 你说呢 答案 再质问问皇主 你这样的逆子 不配叫我父皇 皇主 既然你心中早有了决断 何必如此虚伪 决计将罪变可不得 父皇 你说呢 严恩 你在质问问皇主 你这样的逆子 不配叫我父皇 皇主 既然你心中早有了决断 何必如此虚伪 谁最像最变可 严恩 你这贼子 你怎么和父皇说话 你可打我 太子 你和四目七肩负云术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斩你 我只不过念着这些年的情面罢了 严恩 皇主息怒 请问斩七皇子 皇主息怒 请问斩七皇子 七皇子挑衅皇权 横行无际 犯上作乱 即刻押入天牢 求后问斩 皇主应平 皇主应平 父皇 立责 父皇 七皇子也是你的儿子 他算是个皇子 他来给他父皇的儿子 只不过是一个爷 立责 神公主 你也打我 你也要造反不差 请父皇三思 七弟 罪不至此 长公主 本皇主让你闭嘴了 给我拿下 是阴卫 皇主的天身护卫 最悸都是炼气情 长公主这是何必呢 此事和大姐无关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七皇子竟然一瞧把影队踹飞了 他不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吗 无法无天 来人 给我拿下 独有反抗 就地处决 父皇 大姐 不用说了 从今日起 那个为天佑王朝鞠躬尽触的七皇子 没了 现在只有礼安 押入天牢 喜皇子 莫要反抗 天众王朝国师求见 天众王朝 天众王朝怎么突然拜访 他们已经和我朝数年没有往来 天众王朝比我们只强不弱 所来何事 来人是天众王朝国师 此人在天众王朝地位崇高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 见过天佑皇主 天众王朝国师 所来何事 本国是今日代表天众皇主 为七皇子礼安而来 为七皇子而来 不是什么意思 当年七皇子打得天众王朝没提前 应该是为七皇子落尽下石的 听闻 皇主已经罢免了七皇子大将军的职位 七皇子武力 以图谋反 本皇主不但隔了他的大将军 更是要将他押入天牢问斩 我家皇主说了 七皇子 无目能战 死了 天众王朝国师 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朝之事 你们凭什么干预 天众王朝 毁免太过嚣张了 天众王朝 愿意用一龙脉 换取七皇子性命 什么 天下龙脉 一共也就十二条 天众王朝只占三条 他们竟然捨得一条龙脉 龙脉出产临村 修士就是靠临村修行 龙脉的多少 很大程度上决定 王朝的强弱啊 天众王朝 是不是糊涂了 用一条龙脉 换一个叛逆之人 天佑皇主 如何 不可 不可 纵然如此 李安可饶得一命 但活最难逃 那就再加十座城池 十座城池 我天众王朝 愿意用一条龙脉 十座城池 换七皇子李安 这满满之 七皇子就算厉害 也抵不正一座城池 更别说十座 换了吧 反正七皇子也是一个废人 天众王朝没了一条龙脉 后面根本无法和我天佑王朝抗衡 换 果然 只有敌人才知道七帝的厉害和价值 可他满朝文武瞎了眼 够了 父皇 不能换 必须除掉李安 换他便是放火归山 可爱的李安 那太子绝对不允许你今日活着 你觉得呢 皇主 如今太平盛世 李安那可笑的谋略毫无用处 自然比不上城池和龙脉珍贵 而且天佑王朝人才鼎盛 比得过李安比比皆是 老奴觉得可以换 不过 奴才建议打断李安的四肢 再把残妻送给天众王朝 这样岂不两千七美 狗奴才 你敢 闭嘴 本皇主觉得此计甚妙 来人 废了李安 果然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黑山王朝使者求见 哇 这 黑山王朝竟然也来凑热闹 难道也为了齐皇子 黑山王朝虽然比不上三大王朝 但毕竟也掌握了一条龙脉 头光养晦这么多年 实力不容小觑啊 不见 不见 白水国使者求见 天蓝谷国使者求见 五圣蒙盟主求见 白水国国主愿拿出镇国神剑换取七皇子李安 天蓝谷国愿以太子为志 临家谷国太宣经换取李安 五圣蒙可以奉上一束洞符 百枚灵丹 换取七皇子李安 这居然都是为了七皇子 你们都疯了吗 为了一个废物 居然付出如此代价 没有李安的天佑王朝不堪一击 天佑王朝 早就是我天左王朝的囊中之物 天左王朝得过起兵 今日一路向南 连多天佑王朝失诚 将军 要本倒不住 到事已去啊 快 我来抵挡片刻 飞出船信给皇宿 父皇 此域的大势力都已经前来争夺七弟 您还看不出来吗 收回成命吧 父皇 事已至此更要当天立断 不为我所用必成大患 好一个李安 竟然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李安不可斩 天佑皇主三思 众多使者在此 皇主可要考虑清楚 皇主 如此行事下 纵然废得起皇子也是后患无穷 不如 父皇 不能留 本皇主从来不受任何人的威胁 二人 西皇子李安谋反大罪已定 推出武门即可问斩 今日 就做个了结 到 又有何事 三千里飞出急报 什么 飞出急报 设计到军国大使才会发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下麻烦了 怎么可能 我们跟左王朝 怎么突然进攻我朝 这不知道 这小子怎么办 这 真本无人可挡 天左王朝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突袭天门关 明明已经签订了互不欺犯的条约 父皇 为今之急 赶紧派人阻挡敌国铁锡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五皇子六皇子 你二人一直在军中力量 本皇主就派你们火速前往边关 我 我 你二人 务必阻挡住天左王朝的敌国铁锡 父皇 敌国铁锡凶悍至极 儿臣没有把握 父皇 儿臣最近练功出了岔子 身体不适 你们 信安侯 有将军长远 你二人 我皇主说罪 臣和敌国铁锡交手从未胜过 臣有心斩贼 但恐怕不能胜此重任 半朝文武诸位大臣 谁可以替本皇主阻挡敌国铁锡 废物 都是废物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本皇主养你们有何用 父皇 为今之计 只有七弟可以力挽狂澜 父皇不可 彼岸再回去就是暴虎归山 今日无论如何也要斩了他 天佑皇主 既然天佑王朝发生此等大事 我们就先告辞了 我们也要回去把此事禀告我家皇主 七皇子 我等先告辞了 希望和七皇子不兵容相见 七皇子他日再见 今日 长梦大家看了起我脸 他日再见 使者们回国后 如果和天佑王朝联合进攻 后果不堪设想 皇主 还是要迅速阻止天佑王朝的进攻 断了其他势力的念头 不如 让七皇子戴罪立功 丽岸 父皇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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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去领兵对上天佑王朝 我 丽岸停止 本皇主准你戴罪立功 阻止天佑王朝 敌国铁徐 李安带兵出征期间 太人守卫七皇子府 府内所有人都不得进出 以免影响李安在前线作战 哼 卑鄙 大公主 大公主 你和李安关系亲密 这段时间 你也住进七皇子府吧 大公主 你也住进七皇子府吧 大公主 你和李安关系亲密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你也住进七皇子府吧 带李安胜礼回朝 如果不胜 与李安同队 父皇 何必呢 李安 还不接旨 哈 我接旨 连英 你当监君 随李安同行 随时领报前线决定 于是可以先斩后奏 是 七弟 你有何打算 天左王朝大将军登义 从当着我的面发时 不再进攻天门关 书卿看来 口感了吃是 先灭了他们的帝国铁器 七弟 你知道我不是问这些 这一去不要回来了 皇主拿你和七皇子府做威胁 我也没想父亲如此让人失望 你彻底不顾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就失去了忍者的价值 你放心去吧 大姐 是一君子 相信我 让我来解决这一切 好 我信你 我手里有八百四兵 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你一起带走 不用 大姐 好好照顾自己 带我归来 父亲 刚才宫内传来消息 皇主已经下令问斩七皇子了 这下你没有顾虑了吧 此事当真 太子哥哥的亲信所报 千真万确 不错 那连如此猖狂 连皇主都不放在眼里 几次惊怒皇主 怎么可能还活着 司目家主就放宽心 太子早就说了 明年的今日就是他的忌日 我还是不太相信 七皇子会落得如此下场 要知道 他在军中 在民间的威望 就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神话也会陨落 爹 现在可以去找万星学院的导师了 我一定要拿到立阳宗的名额 啊 七皇子 他怎么出来了 什么 怎么可能 他不是已经被万斩了吗 看我做什么 你打我干什么 看你不顺眼 你 七皇子恕罪 不要和小女一般见识 七皇子活着出来了 此事不简单 司目家主 说好的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可是现在还没收到 丽安 你就是个废物 你根本没有让司目家看中的价值 这个答复够吗 别说了 司目家 你一个无知的东西 我看你这张嘴不想笑了 你想干什么 这里是皇宫 你还敢给我动手不成 住手 太子哥哥 你要为我做主 丽安 收起箭 赶紧滚 赶 放他 住手 丽安 你敢动本太子不成 为何不敢 现在天佑王朝需要我来平乱 只有我才能力挽狂澜 就算我现在斩了你 皇主也不会对我如何 你信不信 现在跪下给我认错 我是太子 你而本太子跪下 跪下 太子 丽安 你很 丽安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这是造反 淫淫狂吠 你也跪下 不可能 我绝不可能给你下跪 滚下 不要和这疯子争论 赶紧跪下 现在可以放了太子哥哥了吧 认错 我认错了 两个垃圾一般的东西 下一次再招惹我 就是你们的死忌 太子哥哥 真是奇耻大辱啊 丽安 太子发誓 我一定把你错过杨徽 今日朝堂当真是诡诀多变 令我能打开眼界啊 万万没想到 碧王的七皇子 竟然嚣张一番过后 全身而退 不但全身而退 甚至狠狠打了皇主和太子的脸 七皇子确实该是鹦鹉 但皇主毕竟是皇主 他的结局早已注定 七弟 恭喜你还活着 你来此 就未看我还活不活着 你要上战场了 来送送你 昔日你每次出征都是家道欢送 如今戴罪之身 截七两 竟然一个相送的人都没有 接着 这次 地级丹药便宜给你了 地级丹药 就算是万星学院这种大宗门 也是珍贵无比 拿不出几颗 多谢三哥 该出发了 白龙 白龙 石本冰冠 该出发了 白龙 石本冰冠 好 好不容易用全部积分 从系统商城换来的地级丹药 就这么送出去了 不可惜吗 有些可惜 所以李安这小子千万别挂了 否则我这地级丹药就打水漂了 齐皇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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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安骤白马 撒踏如流星 是齐皇子没错 过上人如玉 皇子是无双 确实是齐皇子啊 拜见齐皇子 拜见大将军 拜见我天佑王朝守护神 我等随不能随齐皇子一同征战 担心和齐皇子同在 若齐皇子大破敌国铁骑 得胜归来 齐皇子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有你在我们安心 一定要打败天佛王朝 边关无数百姓受苦受难 一定要收复是帝 一定 驾 齐皇子 我们来了 皇子 六百神器全部到位 请皇子分布 全速前进 是 全速前进 是 全速前进 是 全由王朝第九城拿下 别过肯定 全速前进 是 士兵拿下密石头 白云仙长请过目 那竟然是零水珠 不 仙长好眼力 零水珠每采集十万吨零食 才会出现一颗 珍贵无比 只有仙长才配得上拥有 既然如此 本仙长就确之不公了 哈哈哈 仙长 那小女拜入万兴学院之事 是 慈慕家主 万兴学院门槛极高 每年想要拜入的天之交子 如过江之计 你是明白的 哦 明白 自然明白 仙长 我今日尋得一物 想必仙长会喜欢 竟然是一株王身 好东西啊 好东西 慈慕家主 令你资质不凡 确实有进入万兴学院的资格 不过你也知道 还有其他竞争者 怎么保证令你争得过别人 这是个问题 这 为了这两件宝贝 慈慕家已经掏空了打扮家产 竟然还没有填满这白云仙长 对不起 唉 罢了 请我慈慕家家族质保 哈哈 白云仙长 此预备是慈慕家代代流传的质保 好东西 虽然本仙长暂时看不出此欲的妙用 但欲配上灵力流转 必定不是凡品 慈慕齐 此次你就跟我一同回万兴学院 本仙长会亲自收你为徒 太好了 慈慕齐拜见师傅 好 拜徒儿起来吧 该为师再找一个资质上家之人 便返回万兴学院 资质上家之人 师傅 我倒是有一人推荐给你 哦 何人 天佑王朝当朝太子 天佑王朝帝国铁骑连破九城 我们还能守得住吗 守不住摇手 我们都是七皇子带出来的兵 不能给皇子丢脸 不错 纵然没有七皇子作战 我们也要打出士气 大家都有好样的 今天就让他的壁贯窃切齐 全家护道 圆圆圆 今天我这礙 岐会出现吗 开门投降 不然吐城 少在这里废话 有本事来攻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进攻全部吐掉 攻击 都是废物 这些年 你们也就是靠着 七皇子运筹帷幄 论单兵实力 你们远远不如 我们天左王朝 不成 敢不投降 进城后 一个也别想活 放下武器 跪下叫爷爷 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 天右王朝的兵 是不投降的 更何况 我们是七皇子 带出来的兵 让我们不降 走吧 我怕 别怕 我们还有君身七皇子 七皇子不会不管我们的 大家不要放弃 我们不投降 就算丢点性命 七皇子也会给我们报仇 因此不想 七皇子会给我们报仇 七皇子一定会宰了这些畜生 七皇子 我承认他很厉害 但恐怕你们见不到他了 此刻七皇子人头已经落地 要不你们以为 为何我天左王朝会突然进攻 不可能 七皇子绝对不会有事 少骗我们 七皇子是君神 我们永远信奉他 你本不理 那你们 都去给七皇子赔仗吧 你本皇子 不可能 七皇子绝对不会有事 少骗我们 七皇子是君神 我们永远信奉他 隐瞒不理 那你们 都去给七皇子赔仗吧 赔了你们 是 是吧 大胆 何人敢偷袭 本皇子 是 七皇子 他来救我们 救我们 真的是天佑王朝的七皇子 他不是已经被斩了吗 七皇子来了 我们怎么办啊 黄什么 七皇子再厉害 终究也是一个人 更何况 众所周知 他是一个修行废物 趁此机会 我们斩了他 岂不是大功一戒 上 七皇子 这是荣耀 不错 斩了七皇子 大功一戒 他有边关百姓 一个也别小活 大言不参 上 上 什么 这是 灭了他们 一个不留 是 一个不留 不要救了 七皇子为我 七皇子全帝天下 万岁 兄弟们 随七皇子一起监敌 好 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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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告少将军 帝石城已经拿下 正在清扫天佑王朝的残余兵力 很好 此一之后 我天左王朝帝国铁骑 可长驱直入 直到黄都 全靠少将军运筹为我 不然哪有此战戒 不对 少将军为我 少将军有金神之责 少将军 不好了 少将军 天佑王朝 七皇子出戒而来 已经见面我入城的 大半帝国铁骑 什么 七皇子 这不可能 属下俊军属实 帝国铁骑已被杀的 十不算一个 谁 敢当着本将军的面放肆 我 七皇子 真的是你 可我还不得 我改不了知识 还记得我说过 天左王朝再敢进犯 天佑王朝边关 就把你们父子 扒皮抽筋吗 少将军 七皇子来了 我们赶紧撤吧 撤个屁 城外书万帝国铁骑待命 怕他做事 少将军 那可是七皇子 七皇子又怎么了 难道我比他差 少将军 我不弱于他 至少与他齐名 正好 且今日几乎我就斩了他 阴阳天下 让天下人看看 少将军才是真正的军神 少将军 三思啊 老将军特意交代我们 要保证你的安全 闭嘴 所有人 列阵 给城外的帝国铁骑 发送信号 今日让这七皇子 插着难逃 随本将军冲刺 一举拿下七皇子 撤 骂叔 你他爹差远了 还想与皇子亲命 就是个垃圾 我去解决他们 傻大哥 一个人就给向前冲 给我把他扎成筛子 是 杀 杀 杀 不好 后面有惊喜 快 快阻止后面的军 丑落 干净他们 什么地方潜心 在齐皇子的神奇面前 不堪一击 快 阻止后面的亲兵 少将军快逃 三副走就来不及了 杀 快 跟我冲出去 狱子完了 你还要不认识牛 你还有时间逃走 皇子 城内天左王朝的帝国铁骑 全部被扫空 不过 这并不是他们的主力 大部分帝国铁骑 还在前面九座城市驻扎 原地驻承 休整之后 明日反击 是 这家伙怎么办 黎安 有本事放了我 一对一对决 砍掉四肢祭奠百姓 留一口气 生入境牢 不 黎安放了我 我可以让我父亲给你赎金 不 放了我 我让父亲让出武国城区 这样做 会不会激怒老将军 如果十万帝国铁骑一起来攻 我们现在只有六百神骑 恐怕 不这样做 他才会来攻 属下明白了 混蛋 每次都是踏坏我好事 齐皇子怎么会突然出现 回禀老将军 齐皇子拒绝交换邵将军 并且把邵将军 砍了自制 什么 你不死不休 白人 召集十万帝国铁骑 给我攻打电视场 老将军息怒 小心上了齐皇子的当 不错 那齐皇子 故意折磨少将军 就是为了激怒将军 让你攻城啊 齐皇子 诡计多端 他肯定已经设下了重重埋伏 直等我们去攻打 是我冲动了 那齐皇子 狡猾至极 此军肯定是大有真意 门将军必须要冷静下来 百魔宗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百魔宗可以出手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百魔宗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百魔宗可以出手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们要这实诚百姓 炼制血丸 这百魔宗 竟然胃口这么大 实诚百姓的性命全要 此事先不及 如果答应了 剩下十座空城 对我天祖王朝并无大用 转说我帝国铁骑十万 要信心几百七皇子 我如皇子所料 天祖王朝的老家伙 听说自己儿子被斩了四肢 不但没有进宫 反而归缩了起来 皇子 后方来吧 太子故意让人拖延粮草 恐怕粮草短时间内很难到达 我们领夺能坚持三日 而且说好的援兵 也是各种理由没有前来 吃物啊 我们在前线拼命 这群王八蛋在后方 各种吃后腿 这是想四肢灭亡吗 皇子 天祖王朝这么对你 摆明了让我们和帝国铁骑两败俱伤 甚至是更希望我们被帝国铁骑消灭 这种腐朽的王朝 还有必要替他卖命吗 确实不值得 不过 事已至此 大姐他们还在做人质 而且这黎明百姓 我不忍心看着他们遭殃 既然如此 那就干 这次非要大肃牵走王朝 传令下去 天祖堂出动 务必把最新最准确的行方 送到我的手中 是 另外 召集那些节假归田的兄弟们 迅速回归 这样一来 兵员的问题确实解决了 只是 我们的粮草更绝了 这是个问题 报 三界商会求见七皇子 三界商会 让他进来 三界商会四级掌柜陈良 见过七皇子殿下 清掌柜没来吗 大掌柜暂时有事 脱不开身 不过 大掌柜特意交代过我 七皇子有什么难处 三界商会会倾尽全力帮忙 那我就直说了 我现在缺粮草 我这次来 已经为七皇子带了八百车粮草 另外三界商会的兵器 火器 我也为七皇子带来了一些 如此 我无后顾之用 替我多谢 请掌柜 大掌柜说 都是一家人 七皇子 不必客气 不错 基础剑诀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现在猪爷教你进阶剑法 猪爷 可以欲空飞行吗 你说的是欲剑术吧 勉强可以 一小崽子 你他爹还有天赋啊 等我带着李安回到真正的李家的时候 恐怕不知道会惊掉多少下了 皇祖 第九城大约有八千手续 不过 我们暂时只召集到两千兵力 要不要再能等 兵归神速 不能等 天左王朝在势头 如果知道我们的处境 肯定还会陪大两员兵前来 出其兵 以及必胜 偷袭小统 调动第一杀兽组阵 白日 全员参战 开会儿 斩首行动 干掉敌方主要将领 到时候 他们必定会军心涣散 必顾作弃拿下第九城 是 事须事实 待会儿一战就知道了 依我看 这七皇子在虚张声势 这么点兵力还想攻城 简直痴心妄想 待会儿 确定了七皇子的兵力后 十万大军直接解决他 不用十万大军 我们八千人以义待劳 这一战就可以歼灭七皇子 你我可以名扬天下 攻城 不是在量力 弓箭手 准备 这怎么可能 小子手下的骑兵 竟然都是开元镜的凶事 你只开元镜才能开启元气防御 快 有弓弩 杀手的云生 怀孕 快 解决他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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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终止我了 王子 从内霸间天躲王朝的士兵 歼灭一半投降了一半 即刻出发 前往第八城 是 天躲王朝 怎么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些城池 我们就怎么夺回来 也不知道第九城的战事如何 哪有那么快 别说七皇子不能攻下第九城 就算攻下来 最少也需要三天时间 别忘了 守城的可是我们天左王朝的守城三千 有人来了 难道第九城胜了 来报喜了 也只有这一种可能 西皇子的军队 什么 难道第九城胜了 来报喜了 也只有这一种可能 西皇子的军队 什么 快 通知所有人作战 快 守城 是 是 完了 快 快 去马城拿下 前往第七城 驾 皇子 第七城拿下 你六城攻克 第五城完美攻下 第四城光波 皇子 还要继继续前进吗 继续 虽说攻下五城 我们付出的代价极小 但总归是有三分之一的伤亡 而且 天机堂传来献报 天左王朝已经在第三城布置了防御 正等我们前往 皇子 武安阁可做攻城力气 武安阁配合白日 一起出动 武安阁又为皇子效全马之劳 必为皇子拿下第三城 不 谁说我要攻打第三城 不攻打第三城 绕过第三城 直击第二城 绕过第三城 直击第二城 妙啊 左将军 第三城所有防御攻势 已经布置完毕 就七皇子那几千人马 保他有来无回 七皇子用兵神语 没想到短短几个时辰 连续夺回武城 这次一定要阻止他 不能让他动摇我朝军心 左将军大可不必担忧 前面几成失手 是因为没来得及部署 我们已经做好万全之策 属下以人头担保 七皇子绝对攻不下本城防守 怎么回事 怎么七皇子的兵马还未到 是有些反常 按照七皇子的速度 一个时针前就该到了 不 左将军 不好了 七皇子在进攻第二城 而且马上就要攻破了 王好 左将军 我们是来求援兵的 请左将军速度支援第二城 快 开城门 速度支援第二城 等等 消息有诈 左将军 这是第二城樊胜军的令牌 令牌是真的 左将军 现在七皇子出骑兵攻打第二城 再晚就来不及了 如果左将军派兵及时 前后合击 还能一举见面七皇子 出骑兵照顾第三城 直进第二城 确实是七皇子用兵的方式 应该不会错 开城门 援兵第二城 杀 杀 怎么了 不好了 七皇子的军队杀来了 快 快出门 我还不及了 杀 放下第三城 七皇子 你作为天下第一名将 竟用如此伎俩 骗我去出城 实在让我看不起 兵不厌诈 输了就是输了 再说七皇子何时骗你了 你们派人假装帝国铁骑 说攻下了第二城 不是骗我们 是什么 你听好了 七皇子确实攻下了第二城 攻下第二城之后 我们又杀了个回马枪 来攻第三城 打你还用得着骗 什么 七皇子用兵如神 等败在你手中 我服了 怎么可能 短短时间就失去了 攻占下来的九座城池 谁有此理 你们说 还有何两策 一日光复九城 而且都是一哨声多 七皇子神兵难测 如今 我们只能死守第一城 如果第一城也丢了 此次行动 我们将毫无战果 不得不承认 单纯和七皇子对兵 时尚无人是其对手 只能向其招 老将军 联系百魔宗吧 百魔宗胃口太大不亦掌控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出这个杀手 传令下去 第一城摆开攻势 和七皇子决一死战 太子哥哥 如今你我 已经成为万星学院的弟子 以后我们可以双宿双飞 做一对神仙眷侣 最近真是喜事连连 除了 除了那个碍眼的李安 如果那李安能战死在战场 就大快人心了 放心吧 我已经命人截断李安的 所有粮草 并且不给他派一兵一组 别说一个凡人 他纵然真是军神 巧妇也难为无名之锤 他必丧你 太子 你来得正好 快和本殿下说说 编国战事 我想知道李安 如今是多么狼狈 太子 李安一日收复九城 打得帝国铁骑 丢盔机甲 归缩不出 什么 如此近况下 还能连连至上 是不是急报有误 太子 非书急报 千证万确 这个李安 贱命真长 皇子 第一城由天左王朝老将军 亲自守城 想攻下来 恐怕不容易啊 既然天左王朝 被其承诺 我就和他玩个大的 皇子 第一城由天左王朝老将军 亲自守城 想攻下来 恐怕不容易啊 既然天左王朝 被其承诺 我就和他玩个大的 玩大的 皇子 好兴奋啊 有多大 直接攻打天左王朝的黄都 攻打黄都 虽然有些冒险 但如果成功了 确实可以一劳永义 名垂青史 只是还需要做好万全之策 这次 本皇子积累这么多年的底盘 都要爬出来了 怎么回事 七皇子为什么还未进攻 会不会害怕 撤退了 不可能 七皇子 死人最安静的时候是最可怕 因为你不知道那下一步要干什么 老大军 大事不好 刚刚探报 七皇子的军队 朝着黄都进发了 什么 完了 变大了 快 撇起大军全速前往黄都 护卫黄主 派人联系白莫宗 无论什么代价 让他们排出高频凶事 诛杀七皇子 皇子 前面就是天国王朝黄都 叛可原计划进行 两个时辰内 攻入黄中 等会儿歇了去喝个花酒 听说来了个长尾巴的妖女 去见识一番 什么上演 骑兵 这里怎么会有骑兵 难道是进攻天国王朝的帝国铁骑 搬世回朝了 不好 师弟信 皇子 天祖王朝八百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攻破他们的国度 迅速进攻黄城 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狗蛋骑皇子 竟敢直接进攻我黄都 简直是胆大抱天 皇主 赶紧想办法吧 本来帝国铁骑出洞 是为了灭掉天佑王朝 晚晚没想到我天祖王朝可被灭掉了 本皇主都不慌 你们慌什么 皇主可是有颗良策 我问你们 七皇子这支军队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软肋 七皇子用兵如神有什么软肋吗 想不出来 请皇主明示 那我告诉你们 这支军队最大软肋就是七皇子本人 那七皇子纵然用兵如神也只是一介凡人 只要散手了七皇子 一群自散 可是 于乱军之中取之手机 这是未免太过困难 对于普通军士来说确实困难 但对于修行者 轻而易举 众所周知 本皇主的门客中有众多修饰 而且本皇主近日突破到人缘境 这便是本皇主的底气 什么 人缘境 皇主威武 恭喜皇主迈入绝世强奖行列 所以 本皇主不慌 甚至有点想笑 因为七皇子既然赶来 本皇主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长风道长何在 皇主有何吩咐 麻烦道长替我去七皇子守旗 小事 我去去就来 杀 攻下皇城 皇子 皇都的城城一攻 皇城难攻 因为天左王朝皇主 起好修行 平日里招收了众多修饰 在皇城之中 一时万法 恐怕难以瞒下皇城 我已经让武安阁的去攻城了 看看效果如何 武安阁的修饰随我上 是报答七皇子救命军的时候了 杀 天体巅峰的修饰 阁下是何人 无奈天左皇主的门客长风道长 今天你们胆敢进攻天左王朝皇城 简直是自寻转见 皇子 长风道长是有名的高手 修为了得 暂避锋芒 来人 保护皇子 老夫今日出马了 就是为了取七皇子的首级 保护皇子 你护得住了 七皇子 遇见本道长是你的不幸 皇子 这就是鼎鼎大龙的七皇子 竟然被本道长震吓住 什么 你是剑 皇子天武 皇子天武 今日复便天狗华城 天武 你有没有觉得 皇子最近变厉害了 皇子不一直很厉害吗 说得也是 怎么还没消息 派人去催催 报 报 来了 快说说看 那七皇子下场如何 定是身手易处 长风道长出手 七皇子断然没有活路 快说说看 那七皇子下场如何 定是身手易处 定是身手易处 长风道长出手 七皇子断然没有活路 灰黄主 长风道长牺牲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可亲眼见到长风道长倒下了 皇主 是我亲眼所见 难道七皇子身边也有一位修行高手 那位高手长得什么样 竟然可以让长风道长丧命 没有高手 当时七皇子身边的高手都被击败了 没有高手 那长风道长到底怎么倒下的 是被七皇子亲手解决的 什么 这不可能 七皇子是修行废物 人尽皆知 你肯定看错了 皇主 属下说的句子属实 城墙上 几千将士都在看着 七皇子一挥手 长风道长就倒下了 七皇子诡计多端 看来是使用了什么阴谋招式 只是你们没有看出来罢了 他的目的 还是想要震慑我方的修行高手 皇主分析的对 对付此子 必须继续派高手 对 弄清他的阴谋招式 他必败无疑 你千万不要出事 不 皇都现在什么情况 回禀老将军 七皇子已经攻破皇都 正在围攻皇城 什么 完了 这次我天奏王城 要沦为天下笑柄了 闭嘴 皇主修为高身 又养了三千门客 七皇子即便攻入皇都 皇城肯定也打不进去 老将军说到对 是我慌了 立刻给百摩宗发送传输预解 我们需要他们了 我们需要他们了 直接朝着天左王朝的皇都 直接朝着天左王朝的皇都进攻了 什么 他竟然直接进攻皇都 这向他的作法 不过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就是不自量力 结果如何 结果是 天左王朝皇都被离安攻下 现在正在围攻皇城 老陆 绝对不能让那个离安攻下皇城 这样的话 天左王朝等于被离安灭国了 到那时候离安就是天大的功劳 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 我们之间复活 再见宗主 宗主终于出关了 我百摩宗是时候重现世间了 这次新鲜的血液要喝个痛快 我白落重现世间 众生颤抖吧 小的们 现在随本宗主去开启鲜血上宴 院长 你找我 当年歼灭百摩宗 被天魔白落逃过一劫 如今百摩宗死灰复燃 恐怕又要生灵涂炭 院长的意思是 让我去歼灭百摩宗 我万兴学院负有监护一域的职责 院内几大导师都在忙着招收这一届的弟子 只有你在学院里 所以这个差事只能落在你一头上 另外白云导师最近在天左王朝收徒 距离百摩宗出现的地点很近 可以让他协助你 明白 攻下皇城城墙 皇子 皇城终于攻下了 不消片刻 天左王朝被我们灭亡 这可是绝世功绩 伤亡情况如何 死伤进办 此一过后 我们无力大战 进城 尽快拿下天左皇主 七皇子根本挡不住 怎么办呀 要不要答应天右王朝的和谈 慌什么慌 七皇子是人不是神 何来挡不住 皇主 不能不慌了 这都打到家门口了 不对 是打到炕头上来了 再不想对策就来不及了 本皇主 就是这天左王朝的定海神针 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 带本皇主亲自出马 斩下七皇子的狗头 天左王朝的好儿郎 随本皇主一起上 变了变成为他势敌 皇子 天左王朝皇主个人战力太高 一方士气高涨 这样下去 我们恐怕会败啊 灭掉天左王朝皇主 斩 这些来犯之敌 皇子 天左王朝皇主个人战力太高 敌方士气高涨 这样下去 我们恐怕会败啊 灭掉天左王朝皇主 斩 这些来人都出动了 还是无法对天左皇主造成伤害 七皇子 七皇子可敢与本皇一战 皇子 莫要听他蛊惑 这天左王朝皇主的实力 绝对迈入一流高手了 七皇子 有胸惹来攻我天左皇都 有胸惹来攻我天左皇都 无胸惹和本皇主一战 不如你承认自己就是个废物吧 看皇子 我有把握 七皇子过来了 都给我让开 你还真是好胆量 多说无意 今日天左王朝毕灭 口气不小 就凭你剩下的这些残兵 还是凭七皇子你自己 凭本皇子守这么贱 笑死本皇主了 七皇子你莫不是当军神当酒了 觉得自己的战力 比得上你的用兵了 今日本皇主 就让你认清现实 你并不是无所不能 身为皇主 你废话真够多的 既然如此 本皇主成全你 皇子战无不胜 七皇子必胜 皇主修为盖世 无敌之恩 皇主必胜 七皇子 本皇主乃人缘境修为 你蹭我手 你不亏 这就是人缘境的大消事吗 好恐怖 只是散发出威压 就让我们承受不住了 皇子 什么 怎么可能 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周梭无异 你败了 生情牵走王朝皇主 牵走王朝王 七皇子 七皇子 战争 战争 七皇子 你莫要得意 你看本皇主晃了吗 本皇主丝毫没有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和天佑王朝皇主达成了协议 你竟然知道 天佑皇主什么德性 我自然清楚 清楚又如何 你依旧无可奈何 天佑王朝皇主 我天左王朝 完全答应之前的停战协议 很好 立案天令 天佑王朝诸位将领天令 天左王朝和天佑王朝 达成停战协议 天佑王朝所有人 立刻撤出天左王朝皇都 什么 这是为何 我们好不容易攻下皇城 现在撤退 不是功亏一篑吗 天左王朝这些年 一直想要吞并天佑王朝 皇主你都忘了吗 这是本皇主的命令 立刻撤退 七皇子 本皇主早就选好了退路 这是本皇主不慌的底气 想灭我天左王朝 你恐怕没那个机会了 立案 还站着干什么 扯退 你真的很令我失望 为了怕我的功绩名扬天下 竟然在天左王朝灭亡的时刻 达成什么停战协议 这是一个君主所为 主罪 你敢诋毁本皇主 你不配做皇主 你说什么 你叫造反吗 闭嘴巴你 好你个立案 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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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遵皇令 这与造反无疑 父皇 这立案万万不能留了 将在外 现在奈何不了他 带他回朝 求后算账 父皇 万一立案真的灭了天左王朝 再为成王不回朝怎么办 本皇主也担忧此事 奴才倒是有个办法 长公主和七皇子府上下所有人 可都在皇主手上 只要给七皇子下令 在七弦内返回 晚一日就斩一人 以七皇子的重情且自大的性格 奴才觉得七皇子必然会返回 彼此逼迫连就范 父皇 儿臣觉得可以 黎安 你不准天衣王朝皇主的命令 难道你想造反 和你有关吗 你现在是个王国之君 七皇子 本皇主任在 你有什么要求随便提 我都答应你 你在我手上 整个天左王朝就在我手上 放心 我会慢慢榨干你 你 来人 搜刮皇城 是 皇子 这天左王朝皇主 不会是最新修炼 我们在国库中 发现了大量修炼资源 修炼资源 这次正好大捞一把 皇子 这天左王朝皇主 不会是最新修炼 我们在国库中 发现了大量修炼资源 修炼资源 跟随朱叶修行剑球之后 需要大量修炼资源 这次正好大捞一把 全部打包带资源 好嘞 正好三界商会 送来了一枚储物剑 就全部装进戒指中 方便皇子携带 李安 你恐怕不知道 我天左王朝祖上 曾经出过万星学院的修士 你抓我纯粹是玩虎子分 劝你赶紧放了我 万星学院只为后 注意平衡 并不参与俗士之招 你说这些没用 报 这是天际葛的密探 西皇子 有击报 何事 天左王朝十万铁骑 正在包围皇都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还有何事 百魔宗重现时间 百位魔头 要来取皇子的首级 什么 百魔宗 百魔宗残忍失去 且魔头各个修为己高 这下麻烦了 七皇子 放了本皇主 也许我还能和百魔宗商议 留你一命 别做梦 带上天左皇主 撤退 这 还是来晚了一步 这百魔宗 比以前更残忍了 这已经是他们屠戮的 第三座城池 如此丧尽天亮 这次一定要全见他们 楚威导师 听说天魔白落实力十分强横 这次重新现实 实力恐怕比以前更深 还是小心为伤 白云导师怕了 笑话 老夫会怕一个区区魔头 老夫只是刚收了两个徒弟 有些着急想要把他们带回万兴学院 怕晚了赶不上万兴学院的资质测试 哦 白云导师收的徒弟可是那天佑王朝七皇子 听说此子年少出名很是天资不凡 年少出名不假 但天资不凡 纯属胡说八道 七皇子就是个废材 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开启修备 老夫已经罢免他万兴学院的名额 这次老夫收的徒弟是斯牧家的长女 以及天佑王朝当朝太子 那恭喜白云导师了 我们抓紧搜寻百魔宗的魔头吧 天际城来吧 百魔宗已经连续突变四成 魔艳嚣张 正在追击皇子 皇子 退守天际古吧 那里有我们部下的大阵 未必不能和百魔宗一战 天际古的大阵适合歼灭大国军队 不适合对付百魔宗 可是 我们迟早会被百魔宗追上 你们前去天际古 又到帝国铁骑前往 全歼帝国铁骑 皇子 你呢 我一个人单独行动 百魔宗要吵的人是我 我引开他们 皇子 这样太危险了 那可是百味魔头 更有白洛这种天魔 放心 你们应该能感觉到 我现在不是以前的我了 皇子 还是太过凶器 我跟你一起吧 你们谁都不用跟着 我就带上天左皇主一人便可 带我干什么 百魔宗那些人 是天左王朝老将军找来的 老将军 肯定和他们达成了某些协议 事与之子 本皇主很难左右这些魔头 不管怎样 百魔宗现实和你天左王朝有关 关键是 如果百魔宗不肯停手 我就先找了天左皇主你 什么 七皇子 你不讲武德 你想送死 别带着本皇主 皇子保重 我们先进一步 七皇子 有事好商量 百魔宗那些人嗜血成精 你躲不掉的 不如放了本皇主 我为你周旋一二 也许你能多活上几天 这就对了 实施物质为俊杰 你给我吃了什么 三日化过丹 没有解药 三日之后 原地化成一滩浓水 我不信 这等担忧 只有高能修饰才有炼制 你怎么会有 太幸不幸 跟不跟着我 随你 可恶 这个离安等真是难搞 早些他没事 我就不听劳度的命令 进攻天右王朝了 父皇 好消息 离安正在被百魔宗和天左王朝的帝国铁骑追杀 被百魔宗追杀 好啊 离安命不久矣 你别在这里干战着 去打些野味 你让本皇主去打野味 你有没有搞错呀 本皇是天左皇朝皇主 你有意见 没意见 猪爷 在吗 什么事啊 我现在正在被追杀 追杀我的人有点多 有点强 猪爷 能为我脱体吗 你想让我出手 帮你对付敌人 如果你能出手 那自然最好不过 不能 无情 非猪爷无情 猪爷不能轻易出手 猪爷出手 天崩地裂 容易把这片大陆干碎了 猪爷 非猪爷无情 猪爷不能轻易出手 猪爷出手 天崩地裂 容易把这片大陆干碎了 离谱 猪爷 我在偏走王朝 获得大量修炼资源 我想加快剑修的修炼速度 基础剑决的进阶板 你也学的差不多了 你既然有修炼资源 现在猪爷我就助你开辟剑丹田 剑丹田 剑丹田才是剑修独一无二的标志 开辟后 胜过寻常丹田的千百倍 好 猪爷 快开始吧 我的乖乖 这么多灵石 你小子抢了一座灵矿吗 差不多 天崩王朝的国库 不比灵矿资源少 接下来 我教你开辟剑丹田的方法 你听好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吹牛皮 我怎么叫吹啊 开辟剑丹田 深奥无比 当年宇宙级别的天才 也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 用来礼物剑丹田的开启方法 资质稍微差一些的 就是终生无望开启剑丹田 给我 只想到猪爷也有被打眼的时候 这小子怎么会 不是那么快就领悟了 开启剑丹田的方法 要不是知道他父亲是谁 我甚至怀疑这小子 是不是一尊剑仙转世了 巨剑异象 剑丹田成了 不对 巨剑闪烁着仙光 这是仙剑异象 难道这小子开辟的 是传说中的仙剑丹田 猪爷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棒 我体内的剑丹田 开始积攒剑气了 这么快就积攒剑气了 来 用你体内的剑气攻击我 这 不太好吧 万一伤了猪爷你 我笑话 猪爷纵横宇宙万遇 超牛的存在 你也能伤得了我 别婆婆妈妈 猪爷五十个人 让你攻击就够 小子 你不讲武德 不是你让我别婆婆妈妈 这小子刚才的剑气之雄魂 力量之强 绝对不是一个 刚开辟剑丹田的修士该有的 这么说 只有一个可能 这小子开辟的是先剑丹田 莲安 你可知道你现在开辟的 并不是普通的剑丹田 还是传说中的先剑丹田 先剑丹田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怎么说呢 先剑丹田比普通的剑丹田更强 但也更加难以修炼 而且还涉及到一些隐秘 隐秘 小子 开辟先剑丹田后 实力增长不少啊 竟然也能感知到有人过来了 准备战斗吧 竹岳去睡觉了 竹岳 终于被我们找到了 说吧 你想怎么上路 我们给你个痛快 百魔宗救来了你们三个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三个还不够 猖狂 非要折磨你一番不可 还有敢和百魔宗猖狂的人 我还真没见过 估计是没听过我百魔宗的威名 我该送命 看招 什么 你竟然有些本事 一起上 干掉他 回去交差 什么 这么长时间了 百魔宗的那三位 应该走了 回来看看 给那小子收个试吧 李安虽然是我 天作皇朝的最大敌人 但运筹帷幄的本事 确实令人敬佩 撤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这三个魔头被我斩了 看不出来吗 一人斩了百魔宗三位魔头 是怎么可能 别废话 该离开了 有意思 竟然斩了我百魔宗三人 这七皇子并不是传言中那么废 要不要回去多叫几个人 你觉得有必要吗 没必要 被斩了这三人在我百魔宗 百位魔头宗排位靠后 狗魔大人 你排名前二十 你出马 取那小子的性命绰绰有约 好吗 是百魔宗的人 竟然被人斩了 百魔宗好像在追杀什么人 这三位魔头 都是一击毙命 能轻易斩杀三位百魔宗的魔头 此人不简单 百魔宗好像在追杀什么人 这三位魔头都是一击毙命 能轻易斩杀三位百魔宗的魔头 此人不简单 怎么了 有人追来了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不可能吧 真的有人 是百魔宗的魔头 小的 你赶紧跑吧 这么关心我 废话 李安 你亡了 我找谁要解药 我亡不了 完了完了 这次来干用你的人 竟然有刀母 李安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儿上 你要不把解药给我 我等会儿替你收个试 用不着 小子 见到我们你竟然不跑 该跑的是你们 这小子疯了 我还是躲远点吧 那可是多么 在百魔宗中都是强者 康康 我来会会这小子 慢着 一起上 不给他任何机会 多了他 高魔大人说的对 我百魔宗百无尽弦 只要能斩灭对手 无所不用其机 很好 今日就试一下 仙剑丹田的威力 小子 不知天高地厚 什么 这 这怎么 可以了 不 这怎么可能 你是 奸秀 仙剑丹田 恐怖如斯 李安啊李安 希望你流口气 不然我的解药像谁药啊 没有声音了 李安那小子不自量力 有此下场也是 朱朱朵朵朵朵的干什么 你 你没死啊 你现在看我像个死人吗 白魔宗的人啊 都在那边躺着了 这 李安竟然轻合间斩命五个魔头 他的势力竟然如此深不可责 这家伙 难道这些年一直在隐藏吗 可怕 可怕 实在可怕 天宝大人 不好了 都没人斩了 可是万兴学院的人干的 这帮伪君子这么快就追来了 不过 无妨 我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礼物 来了 他们只有此路一条 作为增强我的养料 不是万兴学院的人干的 是天佑王朝的七皇子李安 李安 那家伙不是个废物吗 按照我们的了解 确实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但是 他连斩了我们八人 万兴学院的人有什么消息吗 根据消息 他们沿着刀魔追逐李安的方向去了 召集大家 这次 正好我把这万兴学院的人和李安 一并灭了 尤其那李安 万兴学院都没有一次 斩过我百魔宗如此多的人 我要把他抽筋拔骨 你闯大祸了 那天魔百落最是护短之人 你连斩的百魔宗八位魔头 百落肯定不会山坝甘休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你可真是无知无畏 百落的残忍 在百年前都是出名的 落在他手里 那后果不可想象 是刀魔 刀魔竟然被人斩了 连杀五位魔头 谁干的 李安 你怎么在这里 他就是李安 被你抛弃不要的徒弟 看上去倒是仪表堂堂 两位可是万兴学院的仙长 晚辈天左皇朝皇主 祖上陈左在万兴学院修行 原来是陈左长老的后任 天左皇主 你为何在这里 我 惭愧 晚辈被李安俘虏了 被李安俘虏 我可是听闻天左皇主 也是一个达到人缘境的修士 你是怎么做到被李安俘虏的 这要问李安怎么做到的 这五位魔头是谁斩的 也是李安 什么 这不可能 李安 真的是你干的 是我 信口雌黄 李安 你什么本事 本导师不知道吗 你要是如此厉害 我怎么会不收你为徒 也许你看走眼了 狂死 白云导师切莫生气 我看李安中气十足 不像是在说谎 也许 没有也许 他就是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是本导师亲自鉴定过的废物 绝对不会错 不好 是百魔宗的魔头们来了 看气势 应该是百魔宗的所有魔头都出动了 我们正找他们 他们竟然自己松上门了 正好 这次就彻底铲除他们 完了 这百魔宗肯定是有备而来 我们正找他们 他们竟然自己松上门了 正好 这次就彻底铲除他们 完了 这百魔宗肯定是有备而来 我当万兴学院来的是何人 原来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丫头 和一个老不死的 休得猖狂 老夫白云导师 原来是导师级别的修士 师尽师尽 当年我白洛西干过两位导师的血 那滋味很美妙 除为导师 情况不妙 我们不如先撤退 回万兴学院摇人 白云导师 你要是害怕 你先走 笑话 有没有 找到人 看下 拿下他 就是你们的了 那我还真是迫不及待呢 小娘子 死后来了 来了就别走了 什么 不愧是万兴学院的人 这女子很强 白灵 看来你就是传说中 万兴学院最年轻的天才导师 楚威了 是我 白洛 你祸害此余百年 今日就彻底除掉你 小丫头口气倒不小啊 本天魔纵横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上 洗干他们的血 楚威仙子 救命啊 走开 别当我战斗 天左皇主 来我这边 多谢仙长 无妨 日后见到了陈左长老 天左皇主 严明此事便可 一定一定 李安的脸上 倒是没有替死慌张 重点拿下楚威 魔头众多 二级天魔白洛还未出手 没必要和他们死磕 待会儿 还是剑机行尸 小子 灭了你 开了 再来 这李安 这李安 天左皇主 之前那些魔头 真的是被李安所占 是真的 白云仙长 这李安绝对不是什么废物 他深不可测啊 老父竟然还有看走眼的时候 把这下个小娘们 仙女散花 天魔大人 这楚威不好对付 还请天魔大人亲自出手 不好对付才好 这样才能让我略微兴奋一些 这是什么阵法 好强的压力 你没事吧 无妨 这天魔白洛 比我想象的要厉害不少 而且再加上这座大阵加持 有些麻烦了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 万兴学院准备 本来想捉住几位长老 甚至副院长 没想到只来了两位导师 不过有你天才导师楚威在 也值了 白云仙长 怎么办啊 慌什么 现在大阵还未完全启动 还有机会 有什么机会 当然是有跑路的机会 对对对 跑路 没必要这群魔头死客 大阵 大阵将要完全启动 我看你怎么撑 就是现在 可恶 我的身体被大阵数捕 实力最少下降了一半 白云导师 救我 白云导师 你还真敢逃 楚威导师 对不住了 老夫无能为力 老夫会尽快赶回万兴学院 让许愿派人来救你 天魔白洛本来就强大 再加上这座蓄谋已久的大阵 楚威基本没有逃出来的希望 狠的李安 也都会命丧一次 老废物 你准备我自己 小儿 不错 没有辱墨天才之名 不可有此阵在 你的实力会不断被压缩 你撑不了多久 不错 没有辱墨天才之名 不可有此阵在 你的实力会不断被压缩 你撑不了多久 不好 这楚威导师撑不下去了 必须破了这个大阵 不然我们俩人谁也跑不掉 小子 竟然还有活着 李安 大阵对我压制极其严重 我现在送你出去 否则没机会了 开 还有这好事 还愣着干什么 走 东西 走得了吗 不好 受我一击 竟然没事 可恶 再来 楚威导师不用管我 你专心对付这些魔头 否则我们一个都走不了 好 这李安 确实有明鉴风范 陈 注意 回个话 睡得正香呢 啥事 我在和人生死大战 你还睡得着 我把耳朵堵上了 你们吵不到我 注意 帮我破身 破不了 为什么 我若出手 天崩地裂 大路崩碎 动静太大 又是这套说辞 我信你个鬼 我看你是伪了 那怎么办 主眼虽然不能出手 但可以教你破阵的方法 董 董 董 爹 现在大战对我完全没有压制 当年你老爹也是一位传奇阵法师 看来你在阵法上的天赋 不输于你爹 天赖导师 结束了 躲不开了吗 竟然被干掉了 谁 我 李安 这家伙这么厉害 太远不媚罢了 我来宰了他 什么 天魔大人 这家伙的实力 他的实力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不过 这还不足以令我惊讶 最令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大战好像对他没有压制 楚威导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要不是大战对我压制 我早就斩了这些魔头 我带你出阵 你 认真的 认真的 这可是白落部下的大战 阵法等级极高 很可能达到了玄阶阵法 朔阵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什么 这李安怎么知道这座大战唯一的弱点 这不可能是巧 天魔大人 他们逃出去了 给我围住 一个都别想逃 白落 就剩你自己了 束手扶住吧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出手吗 因为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斩了这些魔头 你什么意思 这些年他们吸收生灵血肉 体内储存了大量的能量 我需要他们成为我的养分 不好 他在吸收这些魔头的灵力 我为什么要培养起百威魔头 一个人自由自在不好吗 还不是为了把灵力储存在他们体内 悠章一日为我所有 进阶了 这下麻烦了 数百人啊 我白国终于进阶城血肉了 分头跑 分头跑 太天真了 注意 我现在在被人追 而且马上要追上了 那你跑快点 你能不能有点爱心 有什么办法对付这白落吗 他由天魔进攻玄魔 实力提升了很多 屁的天魔 他这样的也配掉天魔 真正的天魔 不知道是比玄魔厉害多少亿万倍的存在 他这天魔只是个称号而已 这么说 猪爷有办法对付这魔头了 猪爷与内无敌 自然有办法 快和我说说 使用猪魔剑 猪魔剑加上你的仙剑丹田 给鱼剑斩了它 猪爷 赶紧教我 教你可以 你确定短时间内能学会 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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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还真是个天才 哼 怎么不跑了 反正也跑不过你 不跑了 很好 很有自知之明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怎么不跑了 反正也跑不过你 不跑了 很好 很有自知之明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好 疼 疼 一线 大魔 什么 什么情况 你大意 确实大意了 不过你实力确实还不错 不过 值得我认真对待 灭 二剑 二剑多不 你看你 又大意了 再来 够了 你当我傻吗 告诉我 你刚才是什么剑法 为何对我的魔器产生了极强的压制 我凭什么告诉你 你真以为凭你这两剑就能对付我 太天真了 我分身之后实力下降了一半 不然 我早就拧断了你的脖子 我这两剑确实不能对付 你有自知之明还不算太蠢 但我还有第三剑 好小子 我和你拼了 说脆狠的话 办最怂的事 就这也配成为天魔 给我站住 啊 这小子还追来了 尽快去和本体会合 到时候就不怕这小子了 可恶 受到大针的影响 我的心位还没有完全恢复 天才斗尸 结束了 好 好 我的分身回来了 看来 那个李安已经被灭了 李安他 可恶 难道今日 给我站住 快 快和我融合 快 快 快 这 李安 奇魔太甚 看你还如何猖狂 白洛的使命 已经在巅峰状态 我要和他正面对战 我们逃 这 这 这李安太令人惊讶了 万星学院的天骄 都没有比得上他的 可恶 你彻底折怒了我 是我的最强一击吧 要把你灭碎 那你也承受我的最强一击 这股威士 李安他 李安 胜了 你败 不可能 我是玄魔 我怎么可能败给你一个矛头小子 这绝对不可能 我白洛 绝不会败 这是 完了 小子 你不是厉害吗 现在你的身体是我的了 强行夺盛 是白洛最狠毒的招式 一旦被他进入身体 根本无尽 李安他恐怕 可惜了 一位如此令人惊艳的天之骄子 来我夺了你的身体后 我白洛会更上一层楼 什么东西 小子 是什么 朱雁睡得好好的 你这伙吵醒了 你有没有风格 不知道老人家里面前 饶命 李安的体内怎么会有其他生物 这绝对是一根大神 我连他的一根脚指头都抵不过 天哪 这是为什么 偿命 进入卓叶的地盘 没灭活 解决了 继续睡觉 这白洛还真是地狱无门闯进来 惹谁不好 非要惹到朱雁 可怜啊 你 你没事了 没事了 你还真是让我吃惊 帝王之举 竟然让你扭转乾坤 白洛估计做梦都没想到 最后亡在你的手里 侥幸而已 白洛也是大爷了 行了 你不用掩饰什么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不会刨跟问敌 侥幸而已 白洛也是大爷 行了 你不用掩饰什么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不会刨跟问敌 你这样的天骄 白云倒是竟然主动放弃 哼 还真是眼下 李安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 还没想好 既然你没想好 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 出位导师请讲 去万兴学院修行 你这样的资质 不去万兴学院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之前被白云导师刷掉了 还能去 一般人不能 但我可以操作 走后门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也是万兴学院的导师 你拜我文师 就可以进入万兴学院 除位导师 请受学生一拜 哼 你倒是快 很好 本导师就收下你这个学生了 老师 我想先处理完天佑王朝的事情 再前往万兴学院 用不用我帮你 之前是受到了白洛阵法的压制 我的实力无法展现出来 其实你师父我还是很厉害的 不用 我想自己解决 不管怎样 是该做个了断了 我们以一换十的伤亡 已经消灭了天左王朝的帝国铁骑近五万人 但奈何 我们兵源太少 天际谷外还有将近四万帝国铁骑 我们的几千兵源 几乎消耗殆尽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如果再没有援兵 恐怕 哎 不 是不是援兵有消息了 回将军 援兵半路被太子派人拦截 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前来支援 没有此理 这次他们拦截的第三匹援兵了 我恨不得宰了这个魂球太子 也不知道皇子那边怎么样了 皇子盖世无双 肯定没问题 不好了 帝国铁骑在疯狂进攻 有些人都疯了吗 不顾天际谷的大阵 他们应该想鱼肆往破 用人海战术破掉天际谷的大阵 走吧 今天决一死战 是 都给我冲 不惜代价 给我灭了七皇子的军队 老将军 这样下去 十万帝国铁骑恐怕剩下多少 那又如何 并为了还可以再争 消灭七皇子和他的力量 这才是关键 为了七皇子 天有王朝剩下的就是一群废物 拦不住了 敌军太多 以三千换十万 纵然亡在这里 也吃了 大家给我冲 一起冲 七皇子的兵没有封获 等等 先别冲 帝国铁骑那边有情况 低血 低血 怎么回事 进攻的关键时刻 怎么落红红的 老将军 后方有人来袭 不然有援军大海 对方来了多少人 装备如何 对方一人 没有装备 只有一人一箭 啥 你在逗我吗 一人一箭 杀几千军万马 也就嫡妻 老将军 确实只有一人 不过此人身手了得 请老将军再毙 笑话 身手再了得 能抵得过千军万马 将军哪儿也不去 就得着他辅助 啊 我一人自认 我一人自认 无法对付千军万马 但在千军万马中 取上将首级 还是很轻松 成狂 给我捉了他 干掉他 我天走王朝就剩了 神 怎么可能 什么 可以了 很快 拉住他 下辈子别想和我为敌 不 扔我 老将军他 天守王朝天威老将军 王 天威老将军 亡了 天威老将军亡了 赶紧跑啊 这人精王子来了 赶紧跑啊 动了 帝国铁器动了 他没有继续进攻吗 不对劲啊 怎么帝国铁器这么多 确实不对劲 帝国铁器好像在撤退 不只是在撤退 简直是一盘散杀 倒像是在败退 什么情况 帝国铁器怎么自己逃了 而且像是兵败一般的溃损 什么情况 帝国铁器怎么自己逃了 而且像是兵败一般的溃散 那是西皇子 西皇子 西皇子 救了我们 西皇子一人拜登西皇子 西皇子 西皇子 我们在外 谁能管得了我们 皇子 如果非要回去 我们带兵回去 皇主为难你 就废了他 我这次回去做个了解 此时之后 我会前往万星学院修行 我们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皇主和太子 都想让皇子消失 放心 我有把握 我追把剑可斩天佑王朝任何人 皇主 喝口茶消消气吧 为何 为何那里安会获胜 会歼灭天左王朝 他要兵没兵 要凉没凉 你们说为何 现在里安的声望 比本皇主的高手很多 把本皇主置于何地 父皇 息怒 你这个废物 你身为太子 这么多年连个里安都对付不了 你还有脸让本皇主息怒 父皇 请听儿臣一言 那里安终究还要回来 你什么意思啊 他只要回来 终究还是逃不出父皇的手掌心 听闻里安一直在藏桌 其修为不俗 一人不可对抗一国 罢了 终究是阳无数的白眼狼 此事 你去办 父皇放心 这次我不会败 站住 干什么呢 回家 回家 你也瞎了吗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你是被废的七皇子李安 我看是你也瞎了 你说什么 等等 他就是李安 没想到 他还真敢回来 是李安又如何 我们奉皇主之命把守此地 任何人都不得出入 包括李安你 懒得和你废话 闪开 你说你 哎呀 大胆 再敢啰嗦一句 我就斩了你们 七弟 大姐 我回来了 我听说了外面的情况 其实你不该回来 事情总要做个了结 七弟 之前你还只是功高盖主 现在你已经是父皇的心腹大患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心腹大患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罢了 天左王朝被灭 天阳王朝开创未有之功绩 为了稳固皇权 父皇恐怕要不惜一切代价 大姐看到明白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圣旨到 来得还真快 李安接旨 说 李安跪下听旨 你见我跪过吗 大胆 你想造反不成 跪下 不想念给我滚 好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李安听旨 明日午后 玄武门觐见 李安 皇主旨意你必须要去 听懂了吗 你知不知道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你还敢在这里叨叨 你想干什么 我 我是皇主的奴才 你敢动我试试 快 回去禀报 七弟 我陪你一起去 大姐 你不合适去 我不会干涉你的 好吧 来了 太子让我们在这里试试李安的修为 你说要不要直接 能直接做了他最好 太子肯定高兴 我来拧下他的头 我不信这李安真有传言他那么神 这两人是太子府的头等护卫 修为了得 李安奉太子之命搜身 上一边去 你既然不答应 你怪我不客气了 试出李安的实力了吗 阿妩被一剑斩了 没 没有 没有 废物 既然如此 本太子也就不用有所保留了 阿妩被一剑斩了 没 没有 废物 既然如此 本太子也就不用有所保留了 有些太安静了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李安 束手就行 给你的全尸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让皇主出来见我 冥顽不灵 我数到三 太子你敢 我命令你 让所有人退下 长公主 你算什么 也配命令我 你既然和李安一起 就给他陪葬吧 我这是在救你和父皇 笑话 今日本太子稳超胜圈 三 绑剑 太子 这李安 已经不能用射程刺猬来行动了 哭剑 都被射成一堆碎肉啊 哼 这就叫自作念不可活 四周的将士都是千里挑一的神剑手 他做人再厉害 又怎么可能抵得过万进其发 来人 找出连的尸体 我要带给父皇 不用了 不用了 谁 你知不问 啊 啊 啊 李安 你 你怎么还活着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四周印不可活 救我 救我 太子乌鲸 有我们在 这李安伤不到你 是皇朝的四大供奉 他们都在万兴学院修行过 七弟小心 四位前辈 给我灭爱他 李安 你一个小辈 我让你先出手 这就完了 完了 哈哈哈哈 就这 许长伤势的小子 老夫还以为 三位前辈 不要小看了这李安 你们一起上 不必要斩了他 孩子放心 先前养老只是轻敌罢了 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 老子 我们三人不会给你任何机位 不可 不剑气 好恐怖的剑气气 不剑气气 为什么会这样 快跑 把你剑修 剑修 这瞬间怎么可能 还有剑修 怎么可能 四大供奉就这么没了 太子 如你所说 四座念不可活 李安 不 七弟 七弟 我是你二哥 我 饶我一命 大姐 救救我 大姐 你听我说句话呀 我们可是姐弟呀 七弟 要不 我 可 大姐 我已经给过他太多机会了 明白 不 很不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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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这怎么可能 怎么亡了这么多人 太子哥哥呢 李安人呢 那边 好像是太子的尸体 太子哥哥 不可能 太子哥哥怎么可能亡了 李安人呢 李安没亡 太子哥哥怎么 小琪 别哭了 太子身亡 看来局势被李安控制了 父亲 那怎么办 李安恨我入骨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赶紧去万兴学院 你现在是白云导师的弟子 到了万兴学院 没人可以动你 就算是一国皇主都不行 好 我只想去万兴学院 四母家终究还是选错了 从此以后 天佑王朝恐怕再无四母家 我是四母家的罪人啊 玄武们的情况如何 怎么还未有人回来禀报 怎么还未有人回来禀报 皇主放心 太子办事 万无一事 想必现在那李安已经辅助 这次动用了皇朝最精锐的力量 李安之身一人 绝对无法逃生 皇主等着喝沁公酒便是 海人 再去探 最后把李安的尸体 给本皇主带回来 是 不必麻烦了 你 你怎么来了 太子呢 亡了 什么 李安 你大理不道 海人 给我九弟处决了他 李安 你疯了吗 被子你都敢 李安 你放肆 你想干什么 当初皇主之位 我给你个狗狗的机会 休想 本皇主烧命于天 我是天佑王朝的主 谁敢把我 皇位 我们退位 我拯救下职让位给你 不是我 是掌公主 你这皇位我丝毫没有兴趣 什么 他竟然 对皇位没兴趣 是不是很意外 什么皇位权力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李安 治不在此 你这天佑王朝 在我眼里太小 原来是我一直想错了吗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想的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天佑王朝 甚至差点 毁在你的手里 你以为我愿意吗 这都是你逼的 你太优秀了 太耀眼了 完全掩盖了本皇主的存在 甚至冥界很多人让你当皇主 但在天佑王朝 我才是皇主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你和太子不同 你根本就不是 父皇 不要说 大姐 其实这一切我都知道了 我 李安 不是天佑王朝皇主今生 什么 你 你竟然都知道了 我不但知道 我十年前就知道了 如果我想要这皇位 我又怎么会隐忍十年 我要是想当皇主 我早已军临天下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这一切 都是我自找的 都是我自找的呀 我后悔万分哪 大姐 以后天佑王朝 就交给你了 七弟 你真的要离开吗 不如留下来 和大姐一起治理王朝如何 或者 你去天佑王朝 当一个逍遥王 大姐 我治不在此 我已经拿到了 万星学院的名额 我想去万星学院看看 既然如此 大姐也不劝你 这个你拿着 这是 我问过父皇 当年你还在墙宝石 有人把你放在 天佑王朝的大殿之中 随身携带了这块玉佩 应该和你的绅士有关 大姐保重 七弟 一路顺风 你永远是天佑王朝的传奇 这里就是万星学院吗 很气盘 据说万星学院 三万六千院遍布时间 这里只是一处而已 但是 再一个厨量 你必须要 我 我 知道 您要 我不 怎么 我 你 怎么 杨师兄,目击初来万兴绝愿,幸得杨师兄照顾,特别感谢杨师兄。 四目师妹客气了,你我都是白云导师的弟子,理应互相亲近,照顾是应该的。 我这就带师妹去见白云导师。 嗯,有劳杨师兄了。 李安,你在天佑王朝历晚狂澜呼风唤雨又如何? 如今我进入万兴学院,日后你我先返有别,等我修仙永成,别会抽手斩了你。 快看,楚威导师来了! 见过楚威导师,楚威导师今日怎么有空出来? 这就是万兴学院的最强导师楚威。 不错。 楚威导师不但是最强,还是最年轻的导师。 无数人想败入楚威导师的门下,可惜,楚威导师一心修炼,并不收弟子。 这就是万兴学院的最强导师楚威。 不错,楚威导师不但是最强,还是最年轻的导师。 无数人想败入楚威导师的门下,可惜,楚威导师一心修炼,并不收弟子。 楚威导师确实崩采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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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安。 啊? 不过来啦。 真的,是离安。 这怎么可能,我也要挖了吧。 很好,欢迎加入万兴学院,以后我楚威,就是你的导师。 这小子是谁啊? 不认识啊,怎么这么幸运,成为楚威导师的学员。 羡慕嫉妒啊。 什么?离安不但进入了万兴学院,还成为了最强导师的学员。 思慕师妹,你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羊师兄,实不相瞒,那离安和我是大仇人。 思慕师妹不用生气,她就算败楚威导师为师又如何。 不过一个新人弟子,对付此人,不有一万种方法。 托儿思慕齐拜见师父。 起来说话吧。 师父。 还有何事,但说无妨。 请师父为太子哥哥做主,他也是师父的徒弟,如今就在天佣王城被离安所斩。 我的好惨。 此事我已经了解,那离安已经被楚威导师收为弟子。 既然来了万兴学院,此事为师绝不会善罢甘休。 你先起来吧。 多谢师父。 离安,我看你还能梦到多久。 杨元真,此事交给你去吧,务必不能让那离安有在万兴学院崛起的机会。 不然日后他会成为你们的大敌,很多资源会被此子抢走。 这离安没想都能活下来,此子天赋超群,绝对不能放任他成长。 不然一个楚威再加上一个离安,我这一脉永无出头之日。 师父放心,事情绝对办得漂漂亮亮的。 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嗯,你叫啥来着? 弟子陈丰孝。 既然天佑王朝太子不幸被李安所斩。 陈丰孝,就是本岛世新收的徒弟。 陈丰孝乃是太上长老陈左的后人。 你们以后要互相帮衬。 原来是陈左长老的后人,见过陈师弟。 见过陈师兄,以后陈师兄要多多照顾。 见过师兄 师妹 好了 你们二人都下去吧 思慕齐留下来 是 思慕齐 你们思慕家这次以厚礼相赠 为师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多谢师父 以后跟着师父好好练 听师父的话 为师也会重点培养你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徒儿告退 来云倒是几日 莉安 如果我没看错 你是一个剑修可对 是 剑修 这世间极其罕见的存在 没想到竟然让我遇到一个 我还真是收了个宝贝呢 老师 万星学院没有剑修吗 更上层的万星学院有没有我不知道 至少我们这座学院没有 连万星学院都没有 看来剑修比我想象的还要稀少 以后出去尽量隐藏你剑修的身份 这世间剑修稀少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具体不知 但我知道更高层的万星学院有记载 剑修在这片宇宙消亡的真正原因 更上层的万星学院 如何去 逾越庆典 二十年一次 一旦成功 又是逾越融入 晋升到上一层的万星学院 距离下一次逾越庆典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刚入门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信你 足够了 你倒是自信 不过 你除了剑修之外 真实修为是什么层次 我竟然看不出来你有修为 难道是我看错了 倒是你没看错 我除了剑修一道 并未修行过 所以说 不算剑修 你就是一个未曾修行的凡人 可以这么说 你还真是一朵奇葩 走吧 去哪儿 跟我去修行 你还真是一朵奇葩 走吧 去哪儿 跟我去修行 怎么样 一个月修为增长了多少 有没有达到助击期 以你的资质 应该问题不大吧 毕竟你是个能修建的天才 其他方面也不会差 什么 修为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导师 淡定 你还让我怎么淡定 你就算是个剑修 但也不能没有修为啊 主位导师 你看 这是炼气巅峰的气势 刚才我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导师 我的丹田有些特殊 是专门修建的丹田 所以一般 很难察觉到我真正的修为 原来是这样 这样以后就无人可以看出 你的真正修为 可以扮猪吃老虎 不过 你的修为还是太低了 才炼气巅峰 很多和你一起进入万兴学院的修饰 都是助击期 你的修为需要提升 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吗 去领取万兴学院的任务 万兴学院会发放丹药作为奖励 这么多任务该怎么选啊 当然是选封前响 奖励封后的 忘了总于白说 去苍吾山脉采集凤凰草 奖励赔元丹三枚 抓捕十大恶人杨万敌 奖励赔元丹四枚 护送宗主赫里前往白云宗 参加白云宗盛会 奖励赔元丹两枚 这些任务奖励都不算高 而且太后费时间 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不错 和我有关 进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任务是我先拿到的 手 拿开 这丫头挺横啊 我这暴脾气 是林天江师姐 她怎么出关了 人如其名 林天江师姐 就是我们万青学院最强天江 我觉得林师姐太美了 不错了 原来还是个知名人 还不拿开吗 不拿开 我是林天江 我可以给你一个请我吃饭的机会 方天王前几日请林师姐吃饭 都被他拒绝了 林师姐在说什么 他主动和别人吃饭 这小子走了什么狗食院 竟然能请林师姐吃饭 手拿开吧 什么时候吃 时间我来定 给我机会请你吃饭 我看起来很像冤大头吗 我钱没出花了吗 你是不是脑袋不正常 你说我脑袋不正常 小子 你过分了 任务赶紧让给林师姐 我来削你 任务一起接 奖励我九你一 不同意 你会后悔的 小子 还真是不许猜拒绝 这个任务这么高奖励 你以为什么人都能完成吗 除了林师姐 谁也玩不成这么高奖赏的任务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知道吗 大众都是愚昧的 懒得理你们 白龙马 该去找那些老伙计了 谁 灭你的人 想灭我 也要让我早可明白吧 你听好了 你在外界 闭嘴 他可是储位导师的弟子 少节外生枝 叶了他 灵师姐 灵天娇 他竟然跟来了 认识我 还叫我师姐 看来你们是万兴学院的人 灵天娇 此时和你无关 我们只是想对付李安 你赶紧上开 休想 可恶 一起上 我不信我们三个还对付不了他 不思量力 解决了 所以呢 等价交换 任务牌给我 不给 又不是我让你出手的 你很固执 不懂得变通 对一个修士来说 不太好 你管我 说 谁派你们来的 我们可是讲义气有骨气的人 纵然忘了也不说 铁骨铮铮说的就是我们 那我就斩了你们 我绝对不会说 是杨渊之杨师兄 是让我们来对付你的 我也绝对不会说 是白云导师的命令 我们绝对不说 都是为了四目骑士妹报仇 好一个铁骨铮铮 我敬你们是一条叛徒 白龙马 走 没有弹的可能了吗 没有 这任务大把丹药可以转 为什么要让给你 等我傻吗 这任务大把丹药可以转 为什么要让给你 等我傻吗 到了 就是这里 公子 情况如何 情况不容乐观 比公子了解的要复杂很多 大姐已经派人维护安定 你们也派了人少 竟然还没解决此事 公子 此地的强盗 刘寇等都被清除干净 但此地已经赤地千里 很多地方生灵灭绝 此地百姓赖以生存的田地 已经完全断绝了生机 如果想要彻底解决此事 就要查出这片大地出了什么问题 竟然是这样 带我去看看 行行行好了 我们好久没吃东西了 三天饿久多了 救救孩子吧 你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孩子多疯了 粮食没有运来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机密 公子 王朝各地都有粮食运来 但是机密太多了 粮食还是不够 这是个大问题 粮食不够 也不能凭空变出来 李公子 三界商会的陈梁掌柜 你怎么来了 李公子 我家清掌柜 让我给公子送来了 三个车队的粮食 接济这里的灾民 三界商会还真是急之欲啊 有了这些粮食 此地机密的燃眉之机可解 多谢 我李安 会记住三界商会帮我的这一切 待我忙完此地的事情 定会封上银两 购买这些粮食 清掌柜说了 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一家人只谈感情不谈钱 清云琴 他最近还好吗 清掌柜一切安好 不过现在很忙 姑叫过一段时间 才有空来见公子 让公子保重身体 悟念 公子还真是找了个好媳妇啊 是啊 羡慕呀 公子 粮食问题暂时解决 但不是长久之计 还要尽快解决此地问题的根源 走 去调查一番 这里最为严重 已经完全成为了不毛之地 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 看来离找的根源不远了 小心戒备 刘步 林天娇 你竟然又跟上来了 我劝你们不要向前 此地精明的问题 你已经解决 可以拿到至少十枚赔源单 对于新人弟子 已经足够多 够你修炼一段时间了 后面的事情 不是你们能对付的 剩下的交给我 我再分你十枚赔源单 怎么样 林天娇 你如此想要这个任务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此地有大恐怖存在 只有解决了那个大恐怖 才能获得全部五百枚赔源单 但相应获得五百枚赔源单的危险 也是你不可想象的 因为我怀疑这件事 有人恶意为之 大恐怖存在 恶意为之 怎么样 是不是怕了 任务交给我吧 那还真是让我有些兴奋呢 走 去见识一番所谓的大恐怖 还真是 我是好歹 发生什么了 怎么回事 出现了一座地宫 公子 里面的戏戏很阴险 要不要进去 走 进去看看 不太对劲 这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白骨 你看 那边是什么 这看上去 像是一个祭台 不只是祭台 这里还有诡异的阵法 恐怕有人 公子 你的意思是 死地是地千里 是有人所为 何人 竟然闯入此地 你们是谁 我们是人 你们有资格知道吗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撤 溺了他们 看来事情 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能不能全部说出来 根据万星学院的一本古迹记载 此地曾经封印过一只大妖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已经进入了消亡期 你之所以想要接这个任务 是想要猎杀大妖 不错 我修炼了一种特殊工法 需要强大受力的血液 如果真有大妖 将是我的一份机缘 当然 这个任务奖励也是十分丰厚 主要我觉得 万星学院年轻弟子 很少有人像我这么优秀 能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现在你怎么看 原先我以为 此地的灾祸 是那只大妖所为 现在看来 是人为 有人在此布置了阵法 让无数人亡于非命 现在你怎么看 原先我以为 此地的灾祸 是那只大妖所为 现在看来 是人为 有人在此布置了阵法 让无数人亡于非命 这些人 有可能是为了 那只大妖 也有可能 有其他的目的 总之 此事越来越复杂了 合作一把 如果真找到那只大妖 大妖归你 任务奖励全部归我 怎么样 奸诈 你还真是一毛不拔 事已至此 来都来了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好一句来都来了 你就不怕 我直接灭了你独吞 你没那个本事 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子孙乘风下 未能完成老祖交代的 吞并天佑王朝的任务 请老祖责罚 非有一个 堂堂一国之主 被逼得只能来 万兴学院夺藏 真够给我丢人的 老祖 都怪那里安 此次有些不同寻常 要不是他力挽狂澜 此时天佑王朝已经灭亡 如今 他也进入万兴学院修行 既然已经进入万兴学院 那就蹦得不起来了 这次没有吞并天佑王朝 对老祖我的计划有些影响 现在 你赶紧前往天左王朝边境 帮我完成下一步 那个 老祖 我之前中了那里安的毒 老祖能不能帮我先解毒啊 你中了地头 果然被那里安忽悠了 这是老祖我的一具傀儡分身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带着这具傀儡分身前去 老祖 放心 我此次前去 必为老祖完成任务 这是灵池鼠 一般的灵池鼠 长得最大 也就小狗大小 这里的灵池鼠 竟然长得如此大 灵池鼠 以灵石为石 平常不会主动攻击 这些怎么这么狂暴 用心的修饰不少 但像李安这样威力的剑 不多 去前面看看 这里如此众多灵池鼠 我怀疑这里有灵矿 到了 就是这里 灵天驾 好久不见呢 杨占 你怎么来这里 本公子路过此地 听见我的吞天雀在叫 你也知道我这吞天雀 专门对灵宝有反应 此地肯定有宝贝 此人叫杨斩 是紫玉最大修行世家杨家的人 虽然杨家势力 远远比不上万新学院 但杨家据说和修行上界有关系 所以刑事破为嚣张 杨斩 我们万新学院在这里执行任务 行个方便 你暂时离开如何 那肯定不行 我对这里有些兴趣 要探索一番 要不你们先离开此地 等我拿到了宝贝 你们再来调查 这家伙确实嚣张 万新学院在他这里都不好使 走吧 这是 三条灵脉 本公子在这里竟然发现了三条灵脉 去 把这三条灵脉都给我收了 是 杨斩 不要轻易妄动 还是先调查一番 凌天椒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我的 谁也不能和我抢 走 给我抢 你这样做有些冒险 不过很爽 想会多做几次 谁 谁敢踩我 你不是要下去吗 我送你下去 我看你是疯了 连我都敢惹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把这小子摁好了 等小元上去 就敢惹了公子 我腻歪了你 上 拿下他 你们也下去吧 废物 都是没用的废物 还需要本公子亲自出手 小子 你别跑 我这就上来干你 有动静了 莫非有什么宝贝要出事了 吞天雀叫了 看来我没猜错 小子 让你多动待一会儿 等我拿到宝贝再来打你 你怎么看 可以肯定 这一切都是人为的 而且此人所图所谋 绝对不是赤地千里那么简单 这里的一切 和我在万新学院所看到的记载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先下去看看吧 这里边肯定有宝贝 但是怎么打开呢 这三条灵脉 是在为这个石关提供能量吗 是的 看来 是我想简单了 如果我没看错 这个石关下面的大阵 一旦发动 可以颠覆整个天佑天左王朝 看来 是我想简单了 如果我没看错 这个石关下面的大阵 一旦发动 可以颠覆整个天佑天左王朝 什么 覆盖天左和天佑王朝 这么说 两个王朝的土地 都会变成死地 两大王朝的百姓 都会死于非命 这是极其邪恶的做法 难道是魔道所为 但就算那个百魔宗的白洛 也做不到这么大手臂 小心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师兄 师兄是在活着的时候 为活生生炼制而成 这里的主人 不能用歹毒来形容了 丧青千灵 我管你是什么东西 吃我一刀 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疼吗 快 都来保护我 有些麻烦 这些石石石油都十分强大 你可以先撤退 黑元丹奉我五成 不用退 比一下 谁斩的多 堵住是什么 为对方做一件 不违背天地良性的事情 前将 还拿剑砍 没看到我刚才拿刀没砍动吗 真是个白痴 什么 啥情况 为什么他砍的都我砍不懂 他砍的是假师兄吧 不行 我要再试试 吃我一刀片 这 来人 快来保护我 李安 我这边斩完了 正好 我这边也完事了 这 这两人还是人吗 几百只石修 就这么斩完了 我斩了一百七十八个 很巧 我也是一百七十八个 你是刚入万幸学院的新人弟子对吧 对 有些变态 不过 我喜欢 林师姐也很厉害 我没想到 你能快到和我手中的剑制品 这个灵天骄 不愧是在万幸学院有偌大的名字 确实不简单 现在是平手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 谁能解决棺材里的家伙 谁就获胜 很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是什么怪物 兄弟 保护我 回头我杨家必有重心 你干什么 别碍事 没想到灵天骄和那里亚也在此地 这不是坏老祖好事吗 得想个办法 绝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家老祖的计划 不好 这里的大阵启动了 石关在疯狂吸收三条灵脉能量 这样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天左天右两大王朝 就会变成绝地 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想干什么 不知道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吸收一方灵民百姓的冤魂 破坏两大王朝气 恐怕是修炼你们极其胆毒的功法 既然如此 那就破坏了 一剑不鞋 那就两剑 小心 棺材里没有邪恶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我要找的妖兽 但是又不太一样 我要找的妖兽并没有人脸 应该是这个妖兽被幕后之人控制污染了 你的剑为何如此锋利 要知道我的身体 一般兵器根本伤不到 你竟然会说话 我倒要先问我 你为何如此怠惰 三条灵矿归你 退出此地 如何 不如何 你可知道 你要毁灭的天佑王朝 有我的朋友 亲人兄弟 和很多认识的人 如果我再来晚一步 这个天佑王朝都被你毁了 所以 今日必斩你 我自量力 大言不惭 狂妄无知 多数无意 一起上 等等 神通孝 你怎么来了 李爱 虽然我现在不是天佑王朝的皇主了 但毕竟拥有过 现在这怪物 害我天佑王朝的百姓 我岂能置之不理 我来除掉他 你 一边去 你碍事 你看不起我 我就看不起你 你有脾气吗 行 那我走 放手 你以为你突然出现 我就对你没有防备吗 你以为你突然出现 我就对你没有防备吗 那是一具傀儡 要小心 实力很强 知道又如何 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不然 都亡在这里吧 这怪物和你什么关系 想知道 下辈子吧 摆了他们 上 被老祖宰了他们 随监 好硬的身体 这具傀儡 绝对是修为高身之辈才能炼制出来 李安 我来断风 你赶紧去学院喊救人 这具傀儡实力太强了 扔下一个女人独自逃跑 不是我的风格 你看不起我 什么脑回路 那就一起 先解决这具傀儡 正合我意 烈焰狂雷 特殊机制 没想到这迎天骄 竟然是特殊机制 先见三天 全开 给我拨 不自量力 这具傀儡的修为 远远高于你们 是你们两个无知小儿能破坏的吧 什么 傀儡竟然被雷电劈子失去了行动力 看 看成两劫了 好强的剑气 你很不错 你也不错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是提了心了要和我作对是吗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 我背后的人 是万兴学院的高层 你们现在离开 既往不救 万兴学院的高层 如果你们就此退去 日后他在万兴学院 会对你们两人 关照一样 我还要旨意和我作对 万兴学院 就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处 如果涉及到学院高层 这事就麻烦了 我们最好 一点都不麻烦 你这人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小子 你真是又臭又硬 李安 我记住你了 你破坏了我辛辛苦苦准备了上百年的大计 我不会让你活得太久 对了 你刚才最后想说什么 唉 我本来想让你留活口 可以逼问到底是哪位高层参与此事 你不怕报复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我背景比你大多了 其实不用问 陈锋孝既然来了 那背后之 大概率是那个叫陈总的老祖 陈锋孝人呢 跑得倒是快 陈锋在外星学院地位很高 没有直接证据 恐怕动不了他们 而且我们日后行事 要无比小心 以防他的暗算 这只妖兽虽然被污染了 但血液应该还有用 我去收一下 收 这是 小小小妖兽 你敢进我的身体 以雷霆 击碎邪舞 小心 这东西只找新的宿主了 公子 我们被污染了 染了我们 说什么胡话 可恶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李安 这两人恐怕要变成怪物了 要果断一些 我们 不想变成怪物 公子 我压制不住了 可占了我们吧 大丈夫总是要果断 跟你下手啊 闭嘴 我李安全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出手 主爷 十万火急 救命 此地有些异法 竟然是这种折阵 主爷 他们快挂了 先救人 救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把他们转化成血修罗 血修罗 诸天万族之一 也是最强的种族 也就是 把他们变成非人类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 他们被污染的源头 应该是和血修罗一族有关 所以只有这个办法 那 就按照 猪爷说的做吧 他们不会有事吧 没事 你父亲有一个朋友 曾经也转化成了血修罗 后来 今生为斗展修罗 闪掉猪天 现在估计都成为修罗之主了 日后碰到你那叔叔 对他们来说 也算是一场造化 我这叔叔竟然是修罗之主 看来我那父亲也不会差 不过血修罗一族敌人众多 还是要小心些 保持低调 我这叔叔竟然是修罗之主 看来我那父亲也不会差 不过血修罗一族敌人众多 还是要小心些 保持低调 猪爷 以后多给我讲讲我父亲的事呗 不可说 你父亲的事情 你现在不宜知道太多 公子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 可以恢复原样吗 感觉很强 而且还是持续变强的那种 林师姐 麻烦此事替我保密 放心 我守口如瓶 你呢 我 我也守口如瓶 我信不过你 我对着我祖宗发誓 我绝不会把此事泄露半分 如有违背 天蒙地裂走 你跟我吃的什么 千日断肠反 每千日你来找我要一次解药 让我确认你没有泄露消息 否则 你就会肝肠寸断而亡 大哥 你一定要进城保持联系啊 让我知道去哪儿找你 老祖宗说罪 此次都是因为那李安 几百年的谋划一招成空 老祖 这李安不止坏了一次事情了 一定要斩了他 龙元 师父 你找我 你是我的清传弟子 就连这些年 你也该出山了 师父放心 我等清传弟子 才是学院主力和未来 那些导师培养的弟子 都是垃圾 这次必会不辱师父之名 和林世杰抢任务的那小子回来了 难道完成任务了 这小子接的任务奖励 是十枚到五百枚培养单 就算完成任务 我估计也是最低等的十枚培养单 就是 肯定了 老师 弟子来叫任务 稍等片刻 本导师进行任务核算 李安 情况真如里面的内容所记录 千真万确 林世杰也可以作证 导师也可以派人查验 此事涉及到陈佐长老 乃宗门大事 需要院长亲自定夺 不过其他事情 你完成得极其出色 可获得满格奖励 五百枚培养单 什么 五百枚 怎么会这么多 这里面是做了什么呀 这个奖励 在学院历史上 可以排进前五了吧 直接状告陈佐长老 这样真的好吗 好不好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不把此事告诉学员 就是我在明 他在暗 现在大家都在明处了 至少我会减少很多麻烦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我 有道理 李安 我要和你生死战 你是哪个蠢货 放肆 风云师兄不是蠢货 他是老祖的清传弟子 清传弟子 李安 清传弟子都是各个长老单独培养 实力一般都不弱 没想到陈佐长老为了对付你 让清传弟子出场了 李安 我知道你很狂 你要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 我们擂抬上剑 你干什么 你怕了 你怂了 你不敢 激将法对我没用 你求我 跪下管我叫爹我就答应 你 你还真是无法无天 我现在就逼了你 风云 陈佐长老涉嫌修炼邪术 残害平民 此时李安已经禀报学院 你竟然敢对他挟死报复 什么 你竟然敢状告我师父 李安 你有几个脑袋 风云 在这乱叫没用 你现在能奈我何 你 小子 万兴学院不是一般的学院 学院公平 公正 公开 门规严明 你不必担忧此人 风云 在陈佐长老洗经嫌疑前 你敢对李安出手 本倒是毙了你 李安 从话 垃圾 胆小鬼 你逃不掉他 我们走着瞧 你敢偷袭我 这可是你先动手的 别怪我不客气 一个月后 生死排上剑 李安 别冲动 我有信心 一个月后击败他 我从没见过如此之狂徒 就凭你 一个新人斩真传 我看你疯了吧 多说无意 一个月后生死台上剑 好 很好 我会让你为今日的花 付出代价 就凭你 一个新人斩真传 我看你疯了吧 多说无意 多说无意 一个月后生死台上剑 好 很好 到时候 我会让你为今日的花 付出代价 五百枚赔 就算给了灵天交易部分 剩下的对于修士来说 也是天亮的资源 猪眼 该叫我真正的剑法了 猪天剑法有十万八千步 你想学哪一步 最强的 我的新剑是最强的 剑法 自然也要最强的 那我便传你 九剑 九剑 又名 逆天九剑 鸿蒙九剑 过天九剑 装波九剑等 总之 这九剑一共就只有九剑 威力其大 至今无人能修炼超过第三剑 一共九剑 无人修炼超过三剑 这么难吗 主要是修炼九剑需要海量的资源 比如第一剑 需要上万柱五十年份以上的灵草 第二剑就够离谱 需要十万把灵剑 第一剑还有希望练成 这第二剑怎么练 现在剑修绝技 去哪找灵剑 原本是有的 可惜你把剑许里的剑都毁了 所以现在你还学不 学 既然是最强的 不管怎么样 都学 我传你功法 你自己去找资源 朱雁 这些裴员丹算是资源吗 不算 九剑对资源的要求无比严格 不可有丝毫差错 不过 你可以用裴员丹增强修为 先剑丹田的好处就是 只要有修炼资源就可以无限吸收 修为几乎不剩门槛的增加 修为增加没有门槛 这太恐怖了 不愧是先剑丹田 现在你这么说 我才感觉到先剑丹田的超凡之处 给我吸 给我爆 突破了 截丹剑 继续 截丹初期 截丹中期 截丹末期 截丹巅峰 截丹巅峰 短短一个时辰内 我修为整整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这要说出去 恐怕无人感谢 毕竟旁人突破一个小境界 恐怕都要以年为单位 千剑丹田 恐怖如四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做得不错 竟然得到了五百枚裴员丹 这可是一大笔修炼资源 另外 陈左长老那边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一旦他被查出有问题 万兴学院不会放过他 万兴学院秉持的 就是绝对公正 这是万兴学院总院长 亲自定写的规矩 万兴学院总院长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能设立三万六千座万兴学院 不知道 我们没资格见这种大人物 不过只要不断地 升入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总有机会见到 总院长就是 万兴学院的灵魂 有他在 万兴学院不去任何试授 甚至大部分地方 都是以万兴学院为尊 我必会升入 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不到一年的时间 难啊 如果陈佐长老那边 敢找你麻烦 你告诉我 你导师我也不是吃素的 多谢导师 对了 这次你得到那么多裴员丹 你一个人根本用不完 不如拿出一些 来换一些法宝防身 这样遇到事情 多一些自保之力 裴员丹被我用完了 别闹 为师又不抢你的裴员丹 最近兵器阁 确实有几家防身法宝不错 不换可惜了 没闹 裴员丹 真的被我修炼用完了 你这孩子 撒谎都不会 几百枚裴员丹 一天之内修炼用完 还不称报你的丹田 在你这个修为阶段 无人可以做到 一下子吸收如此多的丹药 储为导师 我真没骗你 你看 我修为都增长了 看不出来 我忘了 我的特殊丹田 修为不外线 这样 你打我 我测试一下你的修为 这不太好吧 那有什么不太好 你不会以为 你现在的修为能伤到我吧 天真了 储为导师 看一招 导师 不好意思 下手中了 万万没想到 你小子的权力一击 竟然这么巧 导师 我只用了五成功力 怪物 你就是个怪物 也许你真有希望 一年之内 跃升到上一级的万星学院 创造历史 李安 我郑重地和你说一件事情 也许你真有希望 一年之内 跃升到上一级的万星学院 创造历史 李安 我郑重地和你说一件事情 导师 你说 狗富贵 勿相忘 好 导师 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 说 在哪里可以搞到大量的灵草 搞完单要搞灵草 你到底要搞哪样 闲着也是闲着 行吧 去闯玄机塔 玄机塔是什么 是万星学院的一座神塔 玄机塔 是万星学院总任的一件至高神器 会把三万六千道桌里 投射到每一座万星学院 无数万星学院的地 都可以接受同等的试炼 而且还可以根据牌尼 要求获得的奖励 我这就去 杨师兄 是李安 站住 李安 你可知道我是谁 本人杨元真 你记好了 因为以后 这个名字将会是你的噩梦 杨师兄 醒醒 李安走了 什么 竟然敢无视我 不可少数 很难想想 眼前这气势磅礴的塔 竟然是玄机神塔的一道投影 也就是说 在这里的势力 我可以和三万六千座万星学院的学员 一起比试 想想就令人兴奋哪 李安 你给我站住 斯木齐 你又皮痒痒了 李安 你什么意思 在万星学院我可不怕你 我有杨师兄撑腰 不错 我杨元真腰粗 撑得起来 肯定是这死母旗又在找事 懒得理你们 敢如此不尊重杨师兄 我背了你 不动用任何剑袖的战力 获得实力也可以比肩普通弟子了 失败了 这李安看上去平平无奇 没想到有些本事 就你这样的 也敢如此狂妄 今天就废了你 慢着 学院禁止私道 别自找麻烦 杨师兄 那今日就让李安 带着我们的面 粘狂了 我们跟他一起进入玄机塔 玄机塔里面 出意外很正常 玄机塔内部自成事件 太神奇了 玄机塔第一层主要考验 修饰面对危险时候的应对 待会会有无数妖兽袭击 伤得越轻 评分越高 不管多重的伤势 进入第二层后 会全部质疑 玄机塔竟然如此神奇 杨师兄 这评分有什么用 最后的评分会记录成个人积分 除了可以向玄机塔兑换奖励之外 还可以与三万六千座万星学院的天娇们 竞争排名 排名靠前的 肯定会被万星学院总院的大人物关注 一旦被看住 那就是飞龙在天 特地改变人生 那我们 岂不是也有机会被关注 四目师妹 这东西我们就不要想了 连灵天骄和方天王这等天骄 都排在了百万名开外 更别说其他人了 据说 我们这座万星学院历史上最好的排名 是一位真传弟子 进入了前十万名 而总院只关注前一百 甚至前十的妖孽们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专心对付李安 不错 到时候我们制造麻烦 让李安彻底亡在这里 没机会退出 更没机会进入第二层 你们想怎么制造麻烦 李安 你竟然敢偷听我们说话 你们这群白痴 这么大声 毫不避讳 我能听不见吗 李安 听见又如何 你以为你能跑掉吗 不不 是你们跑不掉 他在说什么呀 我们跑不掉 小子 我看你是疯了吧 信不信我把你 你要把我怎么样 完蛋 你敢打我 替群拉紧 李安 你大胆 你敢先动手 你们一起上吧 杨师兄 狂 太狂了 打他 你们都给我上 打废塔 杀 小小心人弟子 别敢耽误我们灭地兄弟 啊 什么 这李安的实力又增长了 斯墨师妹 不慌 我有把握胜的 斯墨齐 你这个贱 今天我撕坏你的嘴 凶的放肆 李安 先过我这一关再说 算什么东西 杨师兄 你没事吧 没事 陪他抽携了 黎安 妖兽来袭 算你走运 这完成考核 我再斩你 四目师妹 妖兽袭击不是小事 我们赶紧跑 找地方躲避 躲避妖兽吗 比起躲 不如打他看 很好 不是很强 看来这里 是根据修饰修为 匹配不同等级的妖兽来袭击 痛快 真是个练习剑技的好地方 杨师兄 怎么办 追上来了 不用怕 躲开妖兽即可 死目师妹 就是这样 只要躲开了 我们受伤越少 积分越高 杨师兄 杨师兄 杨师兄怎么办 死目师妹 坚持住 不要退出 死目师妹 坚持住 不要退出 否则前功尽棋 杨师兄 杨师兄 稳住 一定要稳住啊 何军一抛时 都要激动这些妖兽 没了吗 没了吗 胡同快 再来一匹妖兽 真是令我兴奋啊 杨师兄 妖兽们都走了 时间到了 我们通关了 可以去第二层了 玄机塔 进入第二层 不经打 这么快就倒下了 玄机塔 再给我来一匹 又来了 此次收获泼风啊 啥玩意儿 怎么跑了 站住 你们别跑啊 停下 到了 给我就傻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你知不知道 这里的小可爱们都快被你打光了 真是没见过你这种人 你躲着小可爱们就行了 谁让你动手的 那个 你是哪位 我叫小棠 你可以叫我陶仙子 我的意思是 你是玄机塔的管理人员 什么叫管理人员 玄机塔就是我的 里面的一切都归我所有 第一层的小可爱们也是我养的 这次被你打了这么多 你还真是挺可恶的 一个小小的分院弟子 竟然这么能打 我不知道不能打 陶仙子请原谅 好家伙 玄机塔就是他的 这是个大人物啊 万万不能得罪 算了 不知者无罪 看在你还算顺眼的份上 我原谅你了 以后别这样干了 如果看到谁这样干 帮我制止他 现在 你可以进入下一层了 陶仙子挺好说话的 就是 话有点多 陶仙子 我再问一下 我在这一层 得了多少分 没有受伤 满分 那还不错 不错个垂垂 你现在第一层的成绩排名 是三十万名以后 因为在你之前 至少有三十万名 万星学院的学员 获得过满分 你这样的成绩 还感觉自我良好 你的总分更是几百万名以后 明白吗 呃 这样吗 看来我还需要继续努力了 好心子再见 这小子 这小子 怎么和院长有些像 我的错觉吗 虽然这家伙排名三十万名以后 但是单论斩灭妖兽的数量 恐怕排在前几名了吧 啊 怎么回事 我仿佛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声音 那个唯一在嘴弓上可以和我媲美的女人 算了 应该听错了 那个女人在总院呢 又怎么回来这里 你继续帅 不行 没把天锁都要参悟之后才能打开 不急 我自认为悟性不错 雅师兄 我们快试试吧 不急 死母师妹 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不行 没把天锁都要参悟之后才能打开 我自认为悟性不错 雅师兄 我们快试试吧 不急 死母师妹 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李安 这么长时间了 那李安怎么还没有进入第二层 我们和李安一同参加第一层的试炼 试炼早就结束了 她还没有来 这只能说明 她在第一层就被淘汰了 好啊 李安你也有今天 往日里微风八面 没想到连第一层都通不过 垃圾 哪只狗在飞 李安 你竟然来了 李安 第一层的试炼早就结束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想知道吗 笑声爹 四母师妹 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这李安肯定是在第一层没有获得高分 才如此气急败坏 我只打开了第二道天锁 无缘第三层 终究资质有限 你以为都是方天王啊 能直接打开六道天锁 楊师兄 一起来吧 给我开 第一道天锁开了 我的也开了 没想到如此轻松 就打开了第一道天锁 看来我和四母师妹都是天之骄子啊 楊师兄 你看那李安 还傻愣愣站在那里 那李安站了半天 还没有解开第一道天锁 我们还真是高看他了 如今看来 他的资质还真是普通至极啊 楊师兄 你恐怕不知道 这李安之前根本无法开启修为 在天佑王朝的时候 就是个废物 只是不知道为何被楚威导师看中 带到了万星学院 要不然以他的资质 不可能进得了万星学院 看来我们远远高估李安了 他就算某些方面的武技颇为厉害 论成长潜力 给四母师妹你提鞋都不配啊 就这么简单 解开天锁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个 这第二关的考核未免太简单了 楊师兄 我解开第二道天锁了 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解开了第二道天锁 这人是谁啊 好像是新入门的弟子 叫四母琪 这等资质相当不错啊 我极其费力才解开了第二道天锁 看来我的资质不如四母师妹啊 四母师妹 地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师兄 楊师兄哪里的话 我们赶紧解开第三道天锁吧 好能去第三层 四母师妹 看那里安 还是毫无动静 垃圾 里安 现在你我彻底拉开差距 你拿什么和我比 第三道天锁已开 我四母琪可以进入第三层了 四母师妹 好自制啊 是啊 这么短时间解锁啊 四母师妹有真传前置 是 李安 你站了半刻钟了吧 怎么还没有动静 好 哪吃狗在叫 你 也就是在嘴上占占便宜了 个人就是李安 那个当众拒绝林天桥师姐 扬言一个月后挑战冯元师兄的那位西人弟子啊 他哪来的勇气啊 站在这里这么久还未开启第一道天锁 资质差的不行还敢那么狂 四母师妹 师兄我终究还是不行 只能解开第二道天锁 第三道 恐怕是解不开了 很多人连第二道天锁都无法解开 杨师兄算是资质不错的了 反正我比这里安强 这家伙连一道天锁都没有解开 真是垃圾的不行啊 不但垃圾还嘴硬 杨师兄 好 我就先进入第三层了 第三层已经是很少人能踏入了 四母师妹如果能在第三层获得高分 必能震动整个学院 发生什么了 终原那边用情况了 可快震动起来了 给我开 创枪做事 创枪做事 怎么会十道天锁一起开了 十道天锁确实一起开了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一次开十道天锁 不敢想象 这怎么可能 十道天锁一起开 我眼瞎了吗 他一下子开十道 太梦幻了 凤天王才开了六道天锁 而且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是真的 这要是多么逆天的资质 这不是真的 就算他资质再强 怎么可能十道天锁一起开 也要一道一道开 才符合常理 不错 一定是循迹塔出问题了 导致十道天锁一起开了 也要一道一道开 才符合常理 不错 一定是循迹塔出问题了 导致十道天锁一起开了 这肯定不能做数 他肯定没有积分 李安就是个废物 李安 你打我干什么 莫非你心虚了 我爱吃 你可以质疑我 但你不能侮辱我 我看你就是欠仇 李安 你放手 我看你就是心虚了 你这个废物 思慕奇 你还真是贱 每次都是故意来我这里找打 什么情况 杨人真和思慕奇在李安面前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李安看上去滋质平平 为何又如此站立 那又如何 十道天锁一起开 这事我是不信的 李安 废人没闻 漂亮小丑 这 李安真的进入第三层了 十道天锁一起解锁 是真的 杨师兄 李安进入第三层了 他怎么可能进入第三层 四母师妹 不要慌 你的资质绝对比他强 他是走了大运 玄吉塔出问题了 才得以进入 杨师兄这么说 我就有信心了 我的气氛一定会超越李安 我这就进入第三层 拜着李安 有一层 玄吉塔内 一层一尸间吗 四周一片汪洋 这一层又是在考验啥 方师兄 你是 师妹我叫斯木齐 新入门的弟子 是白云导师的弟子 听说方师兄 是学院第一人 一直很崇拜方师兄 没想到今日就见到了 一个新入门弟子 能进入第三层 你的子指相当不错 多谢方师兄夸奖 方师兄 不知道这一关考核什么 很简单 在这艘小舟之上 待得越久 积分越高 会有危险吗 会 搬进那边几个无人的小舟了吗 待会那里 会出现收割者 收割者 那是什么 为战斗的人形生物 实力十分强大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现在大家只有抱团战斗 才会坚持得更久 你们所有人 都靠拢过来 收割者马上又要出现了 走 过去 请方天王的 和方师兄一起 我们能接着更久 方师兄 那边还有一个人没来 那边的师弟 回来一起抱团而战 不用了 这家伙脑袋是不是卡壳了 敢拒绝方天王 一个人单打独斗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这位师弟 看你面生 应该是刚入学院不久吧 你不知道收割者的可怕 如果你一个人 请客间就会被淘汰出局 方师兄说得对 过来一起 大家也能获得更高的积分 这是对你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 行吧 慢着 方师兄 你恐怕不知道 这人是李安 李安 名字有些耳熟 就是他前些时日 在任务殿当众拒绝的 林天娇师姐 羞辱林师姐 丝毫没有给林师姐面子 让林师姐当众下不来台 众所周知 师兄心意林师姐 这李安是根本没把师兄你放在眼里 原来是这家伙 师兄 李安这人我了解 做人不行 所以不要让他加入 李安 你听好了 我方天王是个大度之人 一马归一马 你现在给我认个错 为了大家的利益 我勉强让你加入 你不用勉强 我就不加入了 给力也不要你 这种人不要管他 既然如此 你就等着第一个被淘汰吧 李安 不时时务你这是活该 我的气氛绝对比你高 来了 大家小心 第三关有些意思 这些所谓的收割者 好像并不是真人 站 对 对 对 方师兄 掉进水里会怎么样 直接淘汰出局 四目师妹 准备战斗了 方师兄 我战斗经验不足 我和你待在一起吧 这 师兄 师兄 约冥神武 绝对是学院第一人 那些真传弟子也比不上你 我想要近距离和方师兄 学习一下战斗技巧 好吧 你站好了 别掉下去 绝对是学院第一人 那些真传弟子也比不上你 我想要近距离和方师兄 学习一下战斗技巧 好吧 你站好了 别掉下去 方师兄 厉害 师妹我邪道了 邪道了 方师兄不知道比那里恩废物厉害多少倍 给他面子 他不加入 让他后悔去吧 这 好剑法 慈牟师妹 这就是你说的废物 这不 方师兄 他人体不行 他挑起灵师姐 你不用故意抹黑他 这里恩确实很厉害 而且很可能 是传说中的剑修 剑修 但是李恩确实一直在用剑 不过剑修已经失落无数年 他怎么可能是剑修 不管他是什么 你马归马 我欣赏他归欣赏他 但他竟然招惹灵天骄 这就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今日教他做人 方师兄 这一波的收割者 露清理干净了 这收割者实力不行啊 李恩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来我这边听我号令 你把思慕其人海里 我就去 什么 李恩 你卑鄙无耻 方师兄 不要啊 师妹放心 我方天王是什么人 会和他讲条件吗 李恩 李恩 少废话 过不过来 懒得理你 方师兄 你看看这是什么态度 你帮他 他还爱他不理 不知好歹 收割者又来了 大家准备 走 什么情况 这傻小子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让他站在那里好了 收割者绝对把他淘汰 淘汰的妈妈 这就是李恩的性格 狂傲起自负 这种人往往第一个美 到我们了 大家小心 把小舟稳在巨浪顶端 将我们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怎么回事 巨浪怎么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呢 就这 你们还要跑 这家伙 有一点厉害啊 他不加入我们 要不 我们加入他 闭嘴 他一个人再有本事 也不可能比我们抱团坚持的时间长 没意思 不陪你们玩了 我去别处看看 他去干什么 他说陪我们玩没意思 去别处看看 猖狂 无知 众所周知 进入这里后 四面危机四伏 只有待在原地 才能待的时间更长 到处乱窜呢 只会被淘汰的更快 乱他狂吧 上天令其灭亡 必先令其疯狂 李恩 你的积分绝对不会超过我 这片海洋 不知道有没有进到 咱 这收割者的实力也就这样 单纯在这里耗时间攻击收割者 应该并不能获得满分 不过啊 这样才有挑战性 嗯 啊 终于干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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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s 灯 美丽 抗 美丽 女巫 好 这是 不 我不要被淘汰 趁着现在 解决几颗腰伤 好险啊 幸亏方师兄替我挡了一击 我才没被淘汰 是吗 莉安 你想干什么 对你一声 趁热打铁 解决最后这几家妖兽 又剩我一个人 这要站到什么时候 再去岛上展灭一些妖兽吧 这要是 几家妖兽也全部解决了 我的剑技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感觉隐隐 要突破一些智光 但接下来干什么呢 在四处看看吧 在四处看看吧 这里怎么会有一道屏障 给我开 这一关啥时候才能结束 我都在海上飘了三天了 我都在海上飘了三天了 龙 龙被吞了 我的乖乖 这是啥地方 一条龙被吞了 完了 这大家伙盯上我了 这大家伙 一口能吞掉一条龙 我估计 不过他塞牙缝的 香喷喷的气息 朱雁救命 草女这点出现 都瞎成啥样了 朱雁 快别说了 这太吓人了 咋办啊 咋办 自然是炖了 啥 俗话说得好 鲲之大 一锅炖不下 朱雁 你别玩错了 放 什么 还乱着干什么 这家伙的肉可是极品 赶紧收起来 回去炖了 不是 朱雁 你这么厉害啊 这才到哪儿 朱雁我当年 那时干搬一个修仙星球的人 朱雁 现在我对你的佩服 犹如银河滔滔 直冲环玉尽头 行了 你赶紧把碎肉收起来 以免引来更强的大妖 朱雁我先回去休息了 当年的刀伤 终究还是没有好不利索 稍微动点十里就要算被疼的 这次要睡些日子恢复一下了 差不多了 昏的碎肉都收集起来了 朱雁 你怎么来了 你又灭我的小可爱了 欸 不对 这次你灭的是我的大可爱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根本不是第三关的失联范围 呃 不是第三关的失联范围 我说怎么会遇到变态的大妖 这样什么人才能通过 你怎么过来的 这里有屏障在 寻常修饰根本过不来 我一键劈开屏障 就过来了 我那大可爱也是你灭的 大可爱指的是 一条蛟龙 平时我拉车用的 那和我没关系 是昆把他吞了 原来是那只恶昆 也对 凭你的实力 不可能灭得了蛟龙 恶昆呢 跑到哪里去了 被我灭了 朱雁的存在是最大的秘密 朱雁说过不要暴露它 你 你不可能 陶仙子我聪明绝顶 不会相信你这种话 这是他的肉 可以送你一块 这 还真是恶昆的肉 恶昆真的被你灭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 还真是恶昆的肉 恶昆真的被你灭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秘密 小气 不愿意说本仙子还不想知道呢 难过去了 陶仙子 我在这一关获得了多少几分 十分 这是不是有点少 干掉一只恶昆才十分 我的这些小品 你不敢讲他们 我不觉得你的责任就不错了 你还敢要积分 如果我预料的不错 我第二个 应该也是十分才对 陶仙子 前三关 我在所有的万星学院中 排名多少 你表现还不错 你表现还不错 进入一万名了 才一万名嘛 原来和我一样获得满分的有一万个 这小子有些变态啊 虽然获得满分的有一万个 但是只是第一次就三关满分的不超过五十个吧 不管如何 进步就好 陶仙子 送我去第四关吧 第四关去不了 只有升入上一级的万星学院才有进入第四关的资格 原来是这样 那我的积分可以多换奖品了吗 可以 你想要什么 五十年份以上临藏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是多少 这家伙不会狮子大开口吧 一万株 可以吗 一万株五十年份以上的灵藏 你收好 吓本仙子一跳 还以为他要多少东西呢 这么痛快 看来要少了 李安 你还敢出来 我为何不敢出来 怕你这个蠢货吗 方师兄 这人还如此嚣张 打他 李安 用卑鄙的方法淘汰我们 我很好奇你的积分是多少 还用说吗 肯定上不得台面 李安 敢不敢赌一把 你的分数没有我高 赌一把 赌什么 谁输了 谁跪在这里三天三夜 不赌 你害怕了 你怂了 你想多了 我嫌赌住太小 不如再加一条 除了跪在这里三天三夜以外 任何时候见到对方 都要先磕一个 磕一个 怎么不敢了 赌就赌 我赶 我已经提前知道了分数 我绝对不会输 既然如此 那就发天道誓言吧 什么 还要发天道誓言 你害怕了 你怂了 如果是这样 赶紧走 别在我面前叫嚣 谁怕谁 来吧 发天道誓言 天道誓言已成 以后见面 谁不履行誓言 就会受到天道压制 离安我用得找你提醒 实话告诉你我之前已经看过分数 我不会输 你完了 四目师妹 赶紧展示你的分数吧 我要看见这家伙跪在你面前的场景 旋轻塔 来吧 展示 这四目棋资质很不错啊 第一次闯入旋轻塔 就进入了我们学院历史排名前五十 再过几年 有希望升入上一级万兴学院 哼 离安 羡慕去吧 十四分就能排到学院前五十 看来这座万兴学院 实力确实不咋地 离安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不会是心虚不敢展示吧 你想多了 我怕吓到你 痴人说梦 大言不惭 旋轻塔 展示你的分数 什么 这是真的吗 我没看花眼吧 满分 这怎么可能 会不会 玄机塔出错了 满分 这家伙三观 竟然都是满分 这是如何做到的 应该不是出错了 你没有看到 还有总排名吗 离安的总排名 竟然进入所有万兴学院 前一万名了 这是以前 根本不该想的事情 四目棋 跪下吧 我不信 离安 你是不是作弊了 你管我 现在给我跪这儿三天三夜 我不会 我不承认你的分数 你肯定用了什么被比的方法 你再说一句不跪 我就不跪 有本事继续说 我四目棋 鬼神也不会给你离安鬼 你不配 什么 白痴 真以为天道誓言是闹着玩的 我鬼 别提我了 现在吼 晚了 你刚才可是多次未被听到嘴 等着被劈成黑炭吧 现在吼 晚了 你刚才可是多次未被听到嘴 等着被劈成黑炭吧 不 离安师兄救我 这 师妹 这是天道誓言的雷集 师兄我不知道怎么救啊 一万珠五十年分灵草准备完毕 可以修炼九剑了 我现在不只是在吸收这些灵草的灵器 更是在吸收他们的草获精气 这才是需要一万珠五十年分以上灵草的真正原因吧 要突破了 你修炼第一剑 陪我破 这是 竟然如此强烈的剑齐 谁在练剑 是楚威那丫头的方位 第一剑练成 和冯元的对决 我总算是有把握了 不是楚威 这老头突然就出现 我竟然没察觉 小子 刚才那一剑是你发出的 朱爷说过 不能暴露剑绣的身份 绝不承认 佛顺 你撒谎的技术太低了 有意思吗 在这里骗我老人家 放心 老人能有什么坏心思 展示你的剑给我看 告辞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老头 我有病啊给你展示 定 老头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这老头竟然一出手 就把我定住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党人物 这老头不简单 小子 展不展示 老头 我李安是受胁迫的人吗 你让我展示我就展示 我宁死不去 我看你就是嘴硬 你不展示 我就把你拔光地扔到广场上 让你射死在万兴学院 老头 你好歹毒的心思 我说了 老人家没有坏心思 你展不展示 你不展示 老人家我就把你展示了 别别有话好好说 您老舅说怎么展示吧 哼 很简单 拿剑劈我 又是这样测试 愣着干什么 来吧 这不太好吧 我不打老人 小废话 让你出手就出手 老人家我不是一般的 老人家我不是一般的 我家伍德 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再批不行吗 小子 知道你是剑修 但没想到你是这么厉害的剑修 哈哈哈哈 宝贝呀 如此战力 是我这座万兴学院的宝贝 这一次的逾越圣典 也就是往院的骑兵啊 宝贝啊 宝贝啊 老人家你自称 我不是随便的人 这个你拿着 什么东西啊 三星令牌不认识吗 不认识 干什么用的 没见识 土便 此令牌在万兴学院 一共分为九个等级 星星越多代表了权力越大 以九星为尊 那你给我个九星的吧 这三星权力不大吧 你懂个啥 九星只有万兴学院总院院长才有 我们这个小小分院 三星已经是天权力极大 这有吗 给你令牌也是为了保护你 毕竟老人家我 可是要把你当作愉悦盛典的骑兵 多谢老人家 不知道老人家怎么称呼 金成名 多谢老人家 不知道老人家怎么称呼 金成名 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 这不是院长的名字吗 他竟然是院长 陪我过 很好 一个月从助击突破到敌气巅峰 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的资质不入于方天王 都是师父栽培的好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提升修为 好让李安跪在我面前忏悔 那李安有些特殊 你如果想快速提升修为 为师倒有一个办法 师父 什么办法 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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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 没事 此事不及 你慢慢考虑 师父 我先出去了 陈凤相师兄 你这是去哪儿 今日是那李安和冯元师兄 约定的决战之日 我去找那李安让他赴约 我和你一起去 我想看着李安 被青传弟子冯元师兄斩在刀下 李安 今日是你和冯元师兄决斗的日子 你不会是故意躲在这里 不敢露面吧 你们为什么要踹我的门 李安 我们是来找你决斗的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斯木齐 跪着和我说话 我 还有你 踹我的门 也给我回下道歉 李安 别得寸进尺 你知道我背后的靠山是谁 什么 我竟然没有看出这李安是怎么出手的 这家伙的进步 不 如此恐怖吗 贵宝 我贵 很好 不愧是两个垃圾 实实物 李安 你别得意 你绝对不会胜得过冯元师兄 冯元师兄灭你 就像踩掉一只蚂蚁 你 受你们这么说 看来所有人都不看好我 那是自然 冯元师兄乃是真传弟子 你和他就是天地之别 谁看好你 那是疯了 那此事有操作的空间啊 嗯 别挣扎了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下跪认输 被费还能保全一命 今日我李安 就闪瞎你们的狗眼 林师姐 李安 你怎么来了 林师姐 今日是我和冯元决战的日子 你不去看看吗 我还在修炼 没太大兴趣 祝你齐开得胜 林师姐 其实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想让你 帮我开个赌局 林师姐 大体是这样 你认真的 认真的 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找我 你有公信力 攒得起局 第二个问题 我有什么好处 分你两成 成交 李安 今日决战到现在都不敢前来 麻将 李安不会真不敢来了吧 用屁股想也知道 李安不是冯元师兄的对手 不来也正常 谁说我不敢来 谁说我不敢来 既然来了 就开始吧 今世我就在此废了你 让你知道狂妄的下场 不急 不急 李安 什么意思 等个人 等人 你还想着有人来救你 错吗 你想多了 我给你找了个收尸的 伤口 小子 我可没耐心等你 现在我就要打你 是林师姐 她身后的横幅是什么意思啊 林师姐要开设赌局 今日我林天驕在此开设赌局 大家可以随意下注 就当作为对决助兴 师姐竟然还有这爱好 既然是林师姐的局 我要押冯元师兄获胜 我也押冯元师兄 送我一个 诸位 我这里下注只有一个条件 赌注不要灵石 而是灵剑 灵剑 灵石姐为何只要灵剑 我自有用处 手里有灵剑的 可以来下注了 我这里有一把 还是祖上留下来的 我也有 剑修绝技 如今能当寻常武器使用 我也有 本来还想当虎斗收藏 今日押了 我去借一把来押 下注的人竟然这么多 但下注的人 几乎都是下了逢元祸胜 看来没人看好李安 既然如此 那我 不愧是万星学院 灵剑不少啊 李安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到底还比不比 差不多了 开打吧 李安 作为师兄 我让你先出手 可以 你 雕虫小技 来吧 什么 什么计划 统元师兄他 我竟然小看你了 接下来你没那么幸运了 自然 你 什么 这股贱心 这李安竟然如此如我 我要亲眼看着他被封元师兄虐 才能结我心头之痕 李安今日必败 我 什么东西 什么 什么 凤元师兄 你们俩来得正好 给这个家伙收个尸吧 对不起 凤元师兄败了 而且一败徒弟 不死也废了 告诉我 我看坏眼了 凤元师兄是真传弟子的 他怎么会败 这么说 我们压得赌注全输了 凌剑比我预想的还要多 凌师姐 按照之前说的 你拿走两成 两成不够 啥意思 我重重 你为什么要下 相信你 你倒是看得起我 你下了多少 算上我赢的 我应该拿走八成 合着我为你打工了呗 不过 我要这些灵剑也无用 所以你想 你欠我一个人情 我都送给你了 成交 再问个问题 你要这些灵剑干什么 修炼 好 你慢慢修炼 我先走了 需要人情的时候 我会找你 看不出 不过 这灵天骄也是个古灵精怪之辈 可以修炼第二剑了 一 雖然这次获得了不少零件 但是距离十万把的数量 还是差得太多 我 狗祖 我把风源抬回来了 师父救我 你已经废了 没有救的价值 什么 你已经废了 没有救的价值 是 什么 不 师父 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不要放弃我 你还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我 我 我 这 老祖这是对风源做了什么 陈风啸 老祖 我在 你去帮我办件事 老祖请吩咐 这是什么 拿着他去天中 天左 天佑三大皇朝的皇府 如此这般 听明白了吗 老祖 我明白了 天左和天中皇朝都好说 天佑王朝是那里安的老家 不好办哪 不好办也要办成 老祖我的时间不多了 此事必须在余悦圣经之前完成 你把刚才的问题再说一遍 我想要进十万把零件 从哪里能得到 你走吧 哪里都得不到 导师 你要不再想想 或者帮我找人问问 不是李安 上次要上万株林草 这次又要十万把零件 你到底想干什么 修炼 你是剑修不假 但用得着十万把剑吗 而且现在剑修不出 用剑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不是寻常的剑修 老师 你要不再想想 我等会儿再来问 真是怕了你了 我确实知道一个地方 那里可能有不少零件存在 名叫天山剑狱 天山剑狱 我之所以不愿意告诉你此地 是因为此地太过凶险 很多前去探险的修士 都是九死一生 据说那里 是一位大剑修 斩灭一尊玉外邪魔的所在地 所以天山剑狱的危险 不但有来自大剑修的无敌剑狱 还有邪魔的滔天魔威 位置在哪里 天左王朝东南四百里的天山深处 竟然是那里 感觉那地方有些熟悉对吧 不错 之前百魔宗的那些魔头 就是来自天山剑狱 至于那白落的百魔宗 和天山剑狱有什么联系 就不得而知了 我去探探 我陪你一起 不用 我行的 那里太过凶险 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优秀的弟子 那 现在出发 不急 我准备一下 三日后出发 导师 这三天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既然准备好了 为何我们不直接出发 现在去任务阁干什么 去任务阁自然是间任务 你肯定不知道 探索天山剑狱其实是一件任务吧 有这件任务吗 我怎么没在任务阁中看到过 那是因为这件任务被撤掉了 探索天山剑狱长期排在任务榜第一名 奖励极其丰厚 但是因为太过凶险 历来无人能完成任务 那敢情好 不白去一趟 而且你有所不知 天山剑狱的任务 其实是八级万兴学院发布的 八级万兴学院 就是我们上一级的万兴学院 我们所在的万兴学院 为最低级的九级万兴学院 余悦盛典就是为了升入八级万兴学院 如果能完成此次任务 不但能获得丰厚奖励 在余悦盛典中也是算作加分项 你这么说我都迫不及待了 赶紧去这任务吧 看到这个没有 万年任务天山剑狱又发布了 怎么回事 这些任务不是下下了十多年了吗 重新发布又怎样 谁敢接呀 散了散了吧 这等凶险任务 接了会死人的 我接了 李安 林师姐 这么巧 又接了同一件任务 这次你还想独吞任务吗 我一个人吃不下 一起吧 成 竟然是林师姐和李安接了任务啊 他们还真有胆量 林师姐理所当然 这李安凭什么能接啊 这你又有所不知了 李安最近可是狠出风头 打败冯元师兄 你不会不知道吧 慢着 又起冲突了 方天王一直爱慕林师姐 这李安和林师姐走得太近了 方天王估计不会放过李安 林天桥 我和你一起去 一边凉快去 李安 带我一个 我这里很凉快吗 李安 你这是在拒绝我 我哪敢拒绝你 跟我一起吧 算你识相 你又想搞什么 你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诸位 此次我三大修仙家族探索天山剑狱 乃是受到上界吩咐 切不可丝毫怠慢 杨家主啊 我们自然明白 这也是我们三大家族的机会 一旦成功探索 上界家族 并会给我们进入上界的名额 不错 探索天山剑狱是在必得 至于获得名额以后的分配 不如就以此次探索的贡献来分配 让开 父亲 咋了 咋了 没听见吗 这次以贡献分配名额 你这次给我好好表现 行吧 快危险的 不明白为啥要探索这里 再将搂着美人听琴 不香吗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 杨斩 何必如此丧气 我被当驰骋还雨 见斩苍穹 不错 杨斩 你如此做派 丢的是我们三大修仙家族的脸 我们作为世家公子 当俯视一切 无所畏惧 你俩清高 你俩有志气 等会儿你俩打头战 不要吵了 该进去了 你俩 到了 就是这里 不愧是天神剑狱 我能感受到里面浓厚的剑气弥漫 里面凶险万分 待会儿一定要万分小心 舅舅 你在我身边我保护你吧 住嘴你恶不恶心 以后再敢这么叫我 我撕了你的嘴 为了你着想 去一边凉快去 不要就不要嘛 这么凶 李安 你跟着我 怎么 我这边很凉快是吧 你不同意 你过来 干啥 给你脸了 你敢打我 我要灭了你 服了吗 我服了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 不知道 缺个打下手的 你正好合适 打下手 我方天王何等天交 这辈子都不可能给你做小弟打下 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我 打着不能吃能吃 我走了 走吧 进去了 小心这里的剑气 此地的剑气非同小口 必须快点走出这里 跟在我后面做什么 安全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生气的东西 杨斩 以前你不是挺狂的吗 怎么现在这么松了 懒得搭理你 有宝贝 这是什么东西 根据记载 这应该是人形剑破 是生灵死后 和这里的剑气形成的一种魂类生物 我能感觉到剑破十分强大 大家小心 强大 我怎么没感觉到这东西哪里强大了 你是不是感觉错了 你是不是又想找抄 我来 看着招 李安 这就是你说的强大 都挡不住我一刀 白痴 看你后面 好 剑库竟然斩不掉 我看是 成功了 什么 这都没事 如果我没猜错 这剑破 只能用剑气才能斩灭 用剑气 那岂不是剑修才行 剑修已经绝技 去哪里找剑修啊 你们看李安干什么 他又不是剑修 穿不错样 玩呢 剑破珠 剑破珠 剑破被灭之后的产物 剑破被斩灭了 什么 这李安 竟然真的是剑修 快不得我打不过他 原来是剑修 谁又可原 是魂 是恩了 这剑破珠 蕴含了至纯剑气 我应该可以携手 很好 这剑破珠竟然可以增加我的修为 哼 这里看来是我的盛宴吧 住手 是三大修仙家族之人 他们怎么来了 那不是李安吗 他怎么在这儿 杨斩 你的吞天鹊说有宝贝 就是这里吗 是这里吧 我正想着找李安要解药呢 这就见到了 李安可不就是我的宝贝 我们是万兴学院的人 不知诸位教主我们所为何事 万兴学院 好大的名头 哼 别人可能会怕 我们三大家族 可是微微一笑 丝毫不拒 这里是我们先到的 三大家族 可否行可方便 可以 举双手三朝 你给我闭嘴 杨斩这家伙上道啊 这话你说错了 是我们三大家族先到此地 此地居然见者有份 我们三大家族分一半即可 你们知道是啥吗 就要分一半 不管是啥 就要分一半 娘 这样也别分一半了 都归你们了 算你识相 来人 上 读机缘 大哥 好久不见啊 甚至想念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三大家族 是收到了上界的吩咐 前来探索天山剑狱 上界 上界为何对我们这个底层世界的天山剑狱后期 要探索什么 不知道 不过我猜测 这天山剑狱 昔日可能是一位大人物的埋骨之所 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连上界都不得不重视的隐秘 这东西竟然斩不掉 快 扛住 扛不住了 这东西打不过斩不掉 太难缠了 赶紧撤退吧 三大家族弟子听令 撤退 退吧 江茶 还愣着干什么 撤 三大家族弟子听令 撤退 退吧 江茶 还愣着干什么 撤 刚才乍乍乎乎 让人家把机缘让出来了 现在撤 你们不嫌多丢人 我都嫌丢人 逆子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到底是哪边的 既然你们要撤 这里的机缘归我 你们没意见吧 小子 你能消灭这些东西 就归你 我们三大家族都无法对付这些东西 更别说你这小子了 什么情况 这小子灭了剑破 小子 那是剑破猪 给我 小子 我和你说话呢 你们听见吗 你算什么东西 你看看不起我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我劝你们之后的剑破猪 还是乖乖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刚才是你们要走 把纪元让出来的 堂堂修仙世家 说话不散话 李公子 你不要脸了是吧 你不要脸 我还要呢 杨斩 你到底是哪一头的 我杨斩是真理那一头的 你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玩意 除非导师 此时我三大家族也不想闹大 此地剑破猪 一人一半如何 可以 你们那一半 自己去打 我们根本没办法灭掉这些剑破 只有这小子可以 让这小子替我们去打 首先 我叫李安 其次 让我替你们去打 可以 叫爹 放肆 从来没有人敢对我三大家族如此不敬 你不是打了他 如此量力 死不足惜 什么 如此威力 你是剑修 不是 剑修早已绝技 就凭他也配成为剑修 那你为什么用剑 而且一剑的威力如此大 天才 笑 我来斩了他 你也配 是吧 我儿 厉害啊 说话 不争气的东西 父亲 你来了他 把他打起八块 敢伤我儿 我毙了你 敢 初卫导师 让开 你敢进一步 我斩了你 给你面子你是导师 不给你面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最臭 该打 当我三大下族是考虚的 别打 董事 董事 你没事吧 不为董事 我再说一句 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 做梦 我万兴学院 喜受人危险 万兴学院 确实吉祥 但那是对上级学院来说 你们这些最底层的万兴学院弟子 都是垃圾 闪 小子 想偷袭我 你还嫩个点儿 你这边去 可恶 我和这些家属境界相差太多 暂时无法战胜他们 主卫 继续上 彻底灭了这些人 一个不留 探索天山剑狱 还就是绝密 不能让他们把我们探索的消息泄露出去 杀 杨斩 还愣着干什么 上了 我杨斩从不以多其少 少说废话 我上去躲远点 可恶啊 对面人这么多 我们打得过吗 导师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们先撤 我掩护 可恶啊 对面人这么多 我们打得过吗 导师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们先撤 我掩护 放心 我有办法逃走 好 跟紧我 撤 别让他们跑了 小子 你赶 你敢孤身留下来 阻我吗 老屁股啊 很惊讶吗 死去灭亡 我你常劝你 你这么狂 有本事别躲啊 有本事别追 我一硬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小燕我就不躲了 我 本家主 送你上路 附近 小心 你怎么 你竟然进入了剑破的区域 黑河 等住了 是吗 小子 你有本事出来 老匹夫 你有本事剑了 这小子躲进剑破的区域了 怎么办 不管他 先去追击其他人 走 走得了吗 可恶 你还敢主动攻击 我躲了 口气高耀 你别让本家主抓住机会 不是让你提到 世间最痛苦的匠吗 你们才嫌 本家主断后 我看他还敢不敢出来 走 你弄你干什么 找我 我 他被我劫持了 我被劫持了 父亲 我是你的亲儿子 救我 这个废物 让他走不走 现在被劫持了 怎么办 老大 放了我儿子 你们所有人都停止攻击 听我命令 如果本家主说不呢 那就别怪我斩了你儿子 也如此 你斩吧 亲爹 你怎么能不救我呢 闭嘴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为什么要救你 我没了你就断后了 我可以再生 我竟然无言以对 这真是你亲爹吗 不管生个啥 也比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好 梁家主申明大义 回头 我给你送一方小气 既然如此 灭了他 不和你们玩了 不管这小的 继续上前 倒是他们已经走远了 暂时应该不会有危险 你先把这里的剑破竹子吸收了 提升实力 所有的剑破都被我斩灭了 接下来 就是吸收这些剑破 给我吸 又突破了 突破了 凝神境初起 这剑破竟然让我们的境界得到了提升 这是 我还在突破 这是我的神魂种子 修士在突破到凝神境的时候 会产生神魂种子 日后成长为神魂 我这神魂种子 似乎在产生某种变化 这是 我的神魂种子 变成了剑形状 这就是传说中的剑魂吧 我听朱爷说过 剑魂一万中无异 一旦成长起来 可以斩天动地 这些人追上来了 走 去天山监狱里面 里面这些弥漫 进去后恐怕很难出来 不想进别进 你可以在外面等他 我只是发觉牢骚 你们等等我呀 不想进别进 可以在外面等着 我只是发觉牢骚 你们等等我呀 这些人真是天堂有路不走 地狱无门自闯 前面可是进入天山监狱的核心 剑气弥漫 他们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 战力大损 而我们 事先有准备 带来了剑员丹 可以抵消此地的剑气 好 进去后探索天山监狱 顺便灭了这几人 小心 这里的剑气很强 此地的剑气如此凶猛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毕竟剑修就算没有完全消失 也已经没落几万年了 没人知道 探索天山监狱的任务 一直都在 至少挂了上千年了 就是因为此地太过凶险 所以无人探查清楚 如今三大家族也来探索 可以肯定 这地方不同寻常 一定隐藏了什么 在这里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走继续深入 这里竟然布满了剑气 我开启的乃是仙剑丹田 本身可以孕育剑气 但剑气很少 完全不能和这里相提兵论 此地如此浩瀚雄昏的剑气 到底从哪里来的 不过因为剑修的原因 此地的剑气对我并不排斥 明明会有一种亲近感 不行了 我扛不住了 休息会儿吧 此地剑气极强 不是一般人可以抗衡的 三大家族的人 应该不会那么快追来 怎么不跑了 怎么可能 他们这么快去追来 这里的剑气 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 是不是很奇怪 靠送你们也无妨 我们服用了剑气丹 这里的剑气对我们伤害不大 剑气丹 这是圣界才有的东西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 不说废话了 灭了他们 你们俩退 我挡住他们 退无可退 一起拼了吧 你早知道我就不来烫鸡汤浑水了 追凯女人把命追掉了 我也是个人才啊 上 你忘了吗 叫叫 我都快死了 让我叫一次吧 等我死了 奈何桥上能不能让我和你一起投个胎啊 闪一边去 别说丧气话 我们还有李安 李安靠不住呀 那家伙恐怕比我们先一步去奈何桥了 都得忘 我来了结他们 我的好大孩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你来得及时 这家伙还真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 佼佼看着李安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看来我彻底没希望了 你敢灭我儿子 我要拔了你的屁点天当 别叨叨 过来啊 杀奔家主 我要宰了你这个小崽子 这小子实力增强了不少啊 既然如此 奔家主就要动用全力了 这小子实力增长竟然这么快 杀奔家主 我来助你 李安 怎么了 他们 已经坚持不住了 这小崽子实力增长